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学校来说 期刊还是最重要的第一个考量 那真理是他第二个现在重要的考量是怎么把它连接起来 那可是对这个产业界的朋友仍然会非常的有用 不过因为这个智慧局这个17场演讲里面的食物场 制造食物场会策略下来 才会放到网站上去 所以就说产业界的朋友他可以看到 智慧局在对科学园区的屋场 对产业的不同产业的屋场 你们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同学们可以从今天讲一讲看到以后 看到未来产业就回到哪些方向走 所以就说是这食物场各位以后都可以看得到 而不是限定在今天只讲着专利的食物 或者是专利跟这个其他资料会的交集这个部分 我先说明一下 那这个专利这个部分啊 现在这个国科会的交易不是越来越重视 将来也会列入这个重要的这个指标 KPerformance Indents KPI KPI这个部分 所以对老师来讲对同学来讲 都会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东西是因为就是说 智慧局在过去十年来做了很多基础的工作 但是呢能够应用的这个学术界的人士 或者是裁员是非常的少 倒不是说智慧局宣传不利 而是说是关系还没有形成那个时候 可是各位可以最近看到到 那官司的诉讼是越来越多 不管是刚刚讲的著作群也好 那专利的官司不必说了 每天如果不被告才怪 对不对 但是卖会签到营业秘密 会签到机体电路的布局 那我们今天到后面讲一上 各位跟各位介绍一下 智慧局现在可以出来的新东西 对各位会有哪些帮助 我们可以那个让各位了解一下 可以充分地运用政府的资源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报告的大纲这个部分 这个有前沿 有专利的违线 解锁分析 第三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 那第四个部分是 今天各位要学习一个 那个重点 不会是说是 智慧局推出哪些东西 让各位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也顺便就是回应这个 那个中方业绩 在过去对这个政府的需求的 那个意见的反应 那下面这个案例分析 让各位看一下 就是世界各国是怎么样利用 这个智慧财产 做这个商业上的竞争手段 或者是学术研究 怎么样去看 人家看不到的东西 总在几个案里面会说明 最后一个结论 在这里头 我们看一个前沿的部分 给各位讲一下 这是一个说明Professor 他写的东西 你要在世界上存活 这个现在天然资源 是越来越少 各位看到最近打那个 那个大陆跟日本打造 就是稀土元素来控制你 反正90%的资源在我手上 我不卖给你看你去死 对不对 那鸿海在以前打仗的时候 也输过啊 鸿海说我今天要做 美铝合金的霸主 那美铝合金的霸主 灯色 后面 美铝合金的霸主 可是日本说是 你去买铝矿 买铝矿 买铝矿多可以 我都不在乎 我日本只要控制 美铝合金的技术 你鸿海就得替我控制 所以鸿海吃了很大的亏 他在大陆的塞期买美矿 买了一大堆 不是美矿是美矿 买了一大堆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为什么呢 日本人说是 你要制造吗 付钱 不然我就告你 我就告你 很简单一个逻辑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开出 那个专利权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所以换句话 在21世纪啊 你会完全靠你的知识 为什么靠知识呢 以台湾来说啊 我们的勤奋的程度 不比欧洲国家差 可是为什么 荷兰人过得比较好 网络上不是常传一个消息吗 为什么郑成功 要把荷兰人赶出去 你没看过这网络上 过去几台消息 你看荷兰人可以说是吗 退休以后怎么好 一天工作几小时 不必要那么辛苦 还记得吗 GDP很出门的 两倍三倍 它是有道理存在 因为荷兰是靠知识 靠知识存活 你看菲利普 我们最近看菲利普 就很操心 为什么呢 政府提倡的几个产业 恐怕都在菲利普的手上 像LED LED它已经专利摆在那边 等着我们了 等着我们去发展 我们只要一发展出去 我跟你说是 专利的输入就跟着来 跟以前的CD光的一片一样 另外是智慧一 我们看到 所有智慧一的专利 荷兰人已经布好了 菲利普已经布好了 我们现在讲 生理监测的智慧一 讲这个那个智慧一 我心想说 他将来都是帮荷兰人赚钱 看了半天 我有学生做的研究 怎么算怎么看 那个荷兰人就是 五十几个专利 摆在那边等我们 等着我们来看 他还成立了智慧一事业部 在那边等 LED事业部已经成立了 智慧一事业成立 所以你看他的布局的手法很多 每一个大公司 国外大量 都有他的独特 独到的门道 我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下面一是东西 IP就是智慧财产权权 它可以告诉你什么 可以让你的企业 加持很多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今天有一个CIGS 政府今年推CIGS的联盟 CIGS联盟 要需要能够成立设备方面的联盟 后来说这个案子就没有成功 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因为那个靶材 四元素的靶材做不出来 你这四元素的靶材没有办法掌握 后面都是白讲的 都没有用 我们政府即使想推太阳能的CIGS 薄膜太阳能 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是跑过人家的专利 就是那个靶材子在里面 靶材里面 我们只能做到两个连锁 它会做到四元的靶材 那这些靶材就差很多了 就会差很多 所以一个技巧 就可以卡到我们一个 我们后面有一个DSHC的部局 DSHC 那个敏化染料型的汤氧能电池 在2008年之前 谁都动不了 日本占了全世界90%的专利 日本控制99% 但是一个商业产品都做不出来 为什么呢 瑞士的 罗上的管理学院 有一个专利 卡死全世界 谁敢动 我就收钱 那个专利在2008年4月到期 全球放编炮庆祝 差点就放烟火 从2008年到现在 什么都爆出来了 染料明化今天 怎么爆出来 所以这边就跟各位讲说 你可以看到 将来各位当老板 或者现时已经是老板的人 你怎么样增加Refning 你怎么样降低成本 你怎么样保护你的竞争优势 你怎么样增加顾客的价值 我跟你讲说是 其实这些几年都会在专利发现 从那来看 在学校 教授做起开 做研究是最先进的 我要跟各位讲 最新的技术会在起开里面 但是最实用的技术会在专利里头 最实用的技术 我们曾经做了个研究 就说是燃料电池 学术性的发展到哪边 专利发展到哪边 发现交集不到10% 就是你在专利上 讲到要用的东西 跟你在学术期间 讲到的东西 交集不到10% 各做各的 各做各的 想法完全不同 所以这就给各位做个参考 看一下 那你看这个东西 是给学校老师一个概念 或者是业界一个想法 可不可的做任何事情 都先想到制裁权 你看他这个东西 一个简单的一个铁 鱼罐里面装的 那个人家说药水的这个饮料 对吗 还喝得不亦乐乎 第一个 它的配方是营业秘密 这个绝对不写出来 你为什么 你写的专利出来 就要揭露一些事情 你还就可以很容易仿造 绝对不放 一定是营业秘密 然后呢 你可以看TM Trendsmart 一个商标 我们现在台湾 全台湾的商标家 还没可可的值钱 还没可可的 可可的600多亿 这个600多亿代表它什么东西呢 它借钱的成本 贷款的成本 永远比人家低 永远可以带到最好的价钱 而且还不要付迷押品 还不要付迷押品 所以可可的 从来不担心钱的问题 从来不担心 人家说 你只要把商标让给我 你要借50亿100亿 那简单随便 他只好可以借600亿 银行说 你只要把你的品牌 商标给我就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 洪基说 我把品牌给银行 洪基说 现在10亿美金的 银行愿意给他多少 我给你赌不会超过3亿美金 七折八扣 对不对 洪基说 你有多少土地 多少厂房 多少什么东西 抵押给过 你应该才很单薄 外国不会这么做 再看第三个 台银行片 它现在小瓶子 你这样看 小的银 那个有专利的 那个有专利 你看它每一个步骤 都是想好的 它都想好的 就不让人随便碰 所以你仔细研究一下 各位有没有拿到 可口可口的瓶子 那个银行 跟Hebson比一比 它的材料 它的造型 去查查资料 你会发现 这两个公司还有的真 多不一样 可是都有专利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给各位看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是 我们的国家投资金额 跟人家比较起来 然后人家产出的东西 你看这张图片里面 都是世界大厂 Mark Intel Lucent 都现在很惨 因为它的专利 现在越来越不值钱 Motorad 最近也跌得很惨 可是你看不看到 都是二三十亿美金一年 这个二三十亿美金一年 台湾是绝对比不上 台积电也好 连电也好 你说是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 跟你研发R&D是不同的故事 资本支出说 我买机器 买机器 买50亿 没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像你家高通 我根本不卖机器 我只妈抓你妈 那个侵权 我就抓了50亿 我什么人都不要 我只要妈要几个律师 两个 两个会计师 我就可以做到50亿美金的生意 你台积电要做50亿美金的生意 你肯定要顾一万人 人就差很多了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像高通这个公司 做五六十亿美金的生意 授权金可以到二三十亿 比IBM做一千亿美金的生意 还厉害 人家说IBM厉害 我从来不认为 为什么呢 你专利才不过授权 十亿到十五亿 可是高通 他随便抓一下 就可以抓个二三十亿 那你看这个Murk Murk也是因为 两个专利的药品 可以说他活了很久 每年做两三百亿美金的生意 那你看看他的 perfolio的value 两百多亿 下面后面这个才重要 你看IBM 他也是两百多亿 他的资产的 整个总资产 都是在 IP上面 美国现在前五百亿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资产 都在无形资产 就在专利商标 营业命令这些地方 不像台湾的人百分之八十财产 都在土地厂房 完全不同的经济概念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 讲自己一句话 就是说台湾的厂商 像那个鸿海就很 就很累 苦干实干 还要被人家骂到臭头 对不对 那只要跳十几个人 同时郭台铭就睡不着觉 是不是 那个很辛苦的 你说郭台铭有睡吗 我从来不觉 我觉得他很厉害 对不对 这么多人才跳十二 真的 你再想想 那么多人里头 你只要平均数字来算 那自杀率平均来算 它还算低的 整个场面跟全大路比较起来 这当然是后话 题外话 那你再看品牌的延伸 你看P&G这个公司 他这边写 P&G我很配合我的公司 我们曾经对他 做过仔细的研究 他怎么去玩 这个自材权的店 那你看他有一个 很有名品牌 叫Olay Olay Trade Mark 有没有看到 他把我这个Trade Mark 我license出去 做维他命诠 就是说它是品牌 延伸的一个技巧 这个品牌延伸 是要很有技巧的 你说宏基卖电脑很有名 你说卖宏基维他命 你买不买啊 宏基维他命 你会不会吃 就像Nike一样 Nike的鞋子 你大概 好不容易就买下去了 各位有没有买过Nike的MP3 有没有买过Nike的帽子 我看都没人戴过 标注买了 我都这样都没看过 戴过Nike的帽子 我问我自己儿子 我自己二十几岁 我说Nike的手表 你买吧 他说Nike卖手表 他就想要见过 为什么买买Nike的手表 我说Nike都往这边走 你没听到Nike的口号吗 运动就是生活 你在生活中 应该戴我的帽子 应该用我的MP3 穿我的跑鞋 然后系我的皮带 然后买我的T恤 他要把它变成运动生活 虽然投资了很多钱的商标 可是呢 顾客并不领情 为什么PRNike 它出来以后大多领情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PRNike呢 它可以同时买卖几十个商标 同时买卖几百个专利 它自己什么 当货品一样 专利买进买出买进买出 靠这个赚钱的 靠这个赚钱的 这个品牌好的时候 可以把它卖出去了 因为在最高价把它卖掉 像NB的球星一样 你升降最高价 我把你卖掉 我在重庆建一个队 来重庆建一个队 所以赚钱各有门道 每个公司通常门道 只是看你怎么玩 现在是玩完IP的公司 越来越多 在这里头 那你看到damage 反正是打过来 这是很可怕的 你随便看 这个前面第一个例子 全世界最有名的例子 为什么呢 这两家公司 后来几乎都快倒闭 这个ProEar是赢了 赢了好多钱 可是呢 你看你现在听到这个公司吗 已经在十年前 就倒闭完毕了 现在只是前两天说 有人想把它重新恢复 Kodak元气大伤 现在你看 还有人买胶卷吗 大家都用数位相机 对不对 所以Kodak转信也不成功 这两个公司到现在都不行 再你看这边关系最多的是谁 江森江森 江森江森 关系最多 它是一个药厂 刚刚江森最近情况也不好 是因为那个回收药品很多 专利出了问题了 它那个人体实验出了问题了 所以它这个专利出问题的时候 整个公司营业就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这边很多的故事出来 但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Sulian Sulian是单独成立一个制裁管理公司 它不是放在自己公司里面 它成立一个制裁管理公司 然后去收钱的 Sulian 那现在台湾很多公司我们看到 我赚了钱以后就卖给外国公司 像付顺 这些都卖给外国公司 有一个地方不卖 制裁券不卖 把制裁券移到海外的什么 控股公司手上 我们现在看到好多个这种地址 现在台湾的厂商也会玩这些game 而且玩得很好 像友达就玩得很成功 友达今天绝对不会亏的 因为告了LG Display 收了300亿 为什么 我用两个美国专举去告你LG Display 然后你LG要付我300亿 所以友达今天一定发 明年我就不少 除非他再告 对 除非他再告 友达也没这个打算 我跟你讲说 就有这个打算 他拿出来两个专举去告LG Display 还是跟IBM买过来的 我买IBM的专举 然后拿LG Display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 那个胆子很大 是谁 各位小孩 台湾的公司叫翼龙电子 翼龙电子去告什么 告Apple 他去告Apple 告了吗 那愉快的拨打来 还真的赢了 他现在要趁正追击 继续告 继续告 他的专举是哪里来的呢 罗斯科技买来 Logitech买来的 他就是试货买一个专举 就告你 IBM买来的 拿了钱 我跟你讲说 最好的五本生意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眼光要很厉害 为什么呢 你读了半天 那里面一堆珍珠 你就看到草了就完了 对不对 就像那玉石一样 你看不到就完蛋 可是真正会看的话 就会组成什么 美国的流氓公司 叫Pinantrol 流氓公司的眼光要很准的 买几个专举 就要赚大钱的 我觉得我们最是 我刚才那个 才想到最是我们台湾人 做这个生意 你看我们那个名嘴多厉害 巨细迷移 对不对 那个精神实际上 还会做不好吗 研究还会做不好吗 只要有那个名嘴那个精神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什么研究都可以做得好 写在教他那种精神 一点都不乐 每一个一点都把它澄清 这就是本事 所以名嘴有它的效果 不是完全没效果 我常常看这名嘴 会找什么漏洞 跟我自己想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很笨 找不到名嘴的漏洞 找不出来 这边还有公司 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Engine Engine是一个科技公司 它是一个什么 生物科技的公司 少数几个生物科技公司 一开始就赚钱赚到现代 我很喜欢它这个公司 因为每一年付的税以后 它可以赚到30% 那这公司是很可怕的公司 非常有名的公司 所以要投资 就投资两种公司 一个就是说是每年成长30% 每年赚钱30% 20年如一日 这种公司存得很好 另外是什么东西呢 每年发股率 发得很好的 这种公司都属于Blue Chimp 所以属于蓝筹股 这个股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新加坡是什么 新加坡一心意要打造 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2005年 做到新加坡 新加坡那时候 裁掉机械系 整个机械系不要了 我成立什么 制裁学院 成立IP Academy 理论上到今年他独立自主 他出去帮自己赚钱 自己养自己 他现在还走不出去 我看他 因为我们认得他里面 所有的人 他的作风那些 新加坡政府很狠的 他说改就改 所以机械系一下就不见了 所以我像IP的人 但新加坡想做什么声音呢 新加坡政府陈克 跟我们讲一个事情 他说 能不能介绍一些案例 要我新加坡的产业 跟有些产业一样 从零开始 就是完全没有基础 十年之间 五到十年之间可以变成一个中型产业 什么叫中型产业呢 美金五十亿左右的产业 像中型产业在什么样有呢 像高通就是这种典型的代表 典型代表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新加坡就创立了这个工作 Creative 到苹果公司收了一亿美金 收了一亿美金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那个CEO 那个Steve Jobs 还在那边讲说 这个Creative是非常幸运的 这个讲话其实是什么 很不好的话 为什么 翻成白话 解释就是说是 你给我小心点 你给我小心点 你Creative这个公司赶来告我 我Apple只要求一个安静 我只要求一个安静 所以Steve Jobs 在那个内幕桥里面讲说是给他 不要再吵了 这才一亿美金算什么东西 给他 然后后面再加三个字 盯死他 什么叫盯死他 只要这个公司出来任何专利 把他举发掉 他出来任何产品 跟他对干 把他干掉 让他活 市场上活不下去 他收了一亿美金 以后要吐回来 吐出来还给我 我现在付你是让你闭嘴 不代表说我侵犯你的权利 我只不要有这个麻烦 跟你在那里吐嘴巴叫 你现在看到Creative吗 网上去看一看 回来又现在变什么样子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 大公司的气派不一样 为什么呢 他有的时候说我给你钱算的 宏海有没有这个气派 有这个气派 宏海有个大官司可以打赢的 好几亿美金的 可是他大客户说是 你再打官司 我就不跟你买产品了 他算一算 然后给你打几亿的美金 损失几十亿美金 算了算了 我认栽 付那财务为 让你闭嘴 其实宏海不会输 那个专利 那个数字我们想他不会输 他一定赢 可是呢 相当多人想象不到的结果出现 在这个地方 所以像奎业一会 就是新加坡想创立 就是说我那么有的智慧组合 在来帮忙赚这个钱 他们走 他们相当的积极 他们也他们的谋略在这里 所以这下面这句话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说是什么东西可以专利 什么东西不可以专利 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 都可以变成专利的部分 他就以这个逻辑来推广 说为什么软体也可以变成专利 他就这来看 为什么商业方法也可以变成专利 就是根据这个逻辑来的 就根据这个逻辑 根据这个判例过来 但是这也表示一个什么东西呢 当美国人输的时候呢 他会想各种花糟把持 他自己的优势 欧洲大线对电子商务的专利 就像美国这么宽容吗 没有 他怎么想说 什么电子商务做生的方案 也可以变成专利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欧洲电子商务专利不多 是不是 大陆说是你花旗银行 想控制我 电子商务的专利 门都没有 我就是不给你花旗银行的专利 你等着吧 我们曾经看过花旗银行 79个专利是ATM的 79在美国申请完以后 再一到日本申请 再一到大陆申请 美国日本都整就大陆吃也不给 在2000厘市闹出一个很大的风波 说花旗银行凭什么来拿专利 绝对不能够让他进来 很严肃的 那花旗银行在台湾有没有专利 各位查过没有 今天全世界所有ATM专利 最多就是花旗银行 哪天都在ATM上面存钱 取钱买股票 卖股票买基金 我跟你讲说搞不好 花旗银行的Loyal 在这上头 所以花旗银行也有专利的 那么台湾银行有没有学到呢 台湾银行学到了 各位上过银行标会 现在哪个银行可以有标会的专利 他有标会的专利 所以你标会要找会所要找 不要 你上银行的那个网站 就可以直接上去标会了 那其他银行能不能做 就是那个银行有 其他银行没有 所以他可以玩标会的 你不能玩 那谁投资呢 那个任态公司大老板 营业粮食启动之一 他就投资一个公司 专门做金融专利 现在已经二十几个了 二十几个了 将来台湾银行竞争的时候 是不是表示要下课的意思 真的没有了 用这个 用这个 我用这个好了 坐上 我这当老师当官说 那个我没有生就下课 这个可以吗 可以是吧 这个不行了 多了 人不一样 要不然你还讲 人不一样 所以我就想说 将来竞争会非常接 为什么 人家已经看到银行要发展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银行要做 像台湾银行 它自己不做 将来的话台湾银行 也天天要维持得下去 已经开始了 都已经开始了 大陆银行早就开始了 大陆银行就没了 我还是有差 没有差 我还是 我还是 我 我 我用这个 这个大家听得到吗 这个 这个 我用这个 我用这个就好了 没关系 我用这个大家听得到吗 如果听得到我就用这个好了 好吧 所以你这看小时候 台湾银行也将来会看得到 大陆银行在2003年 已经开始了 台湾银行 我只看到一家 下面开始动 但是以这个条件来说 确实这样都有可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东西 它这个对什么叫专利呢 最像最丢的这个合约说 就是说我政府用公权力 让你独断某些年的权利 只有你能够制造 使用 销售 为要约的谈判 进口 这五大权利 你可以独断 禁止别人做这个事情 但是呢 时间到了以后 这要变成公共记忆 让大众来使用 所以这理论来讲上 就是说是 它这个很短的时间 为什么呢 专利时间是最短的 因为专利很霸道 非常的霸道 专利时间很短 像商标可以 无限制延长 一次十年 可以一百年 一千年 只要你运作的好 著作全是时候五十年 那也很长 时间也很长 对不对 只有专利时间最短 这个讲到二十年 还是发明专利 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如果是新资料专利的话 申请日起算 它只有十二年 所以发明专利算比较长 的心情只有十年 所以换句话 它给它 给的权力虽然很大 可是你不好好用 很快就会不见 而且现在很多的 这个官司诉讼产生以后呢 对这个专利的被举发 就变成一个什么行业 变成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很流行的 我太每次说 你每次会想 你有一种就给我 现在退休 因为我跟他讲说 是网络上有个生意 这个生意就是说是 有人会在网络上说是 这个专利吗 对我造成威胁 你如果把这个专利 权利的某一个权利项 能够举发掉的话 我付三万美金 或五万美金 网络上有这种生意的 然后他说 你既然是三五万美金 我只要你一年做一次 三万美金 你就给我退休算了 就是差不多年五百万的 你在总裁客院做什么事情 你就给我退休算了 对不对 你每天只要做一次生意 我看你能不能做得到 在这里头 其实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曾经试过 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来做这个生意呢 还真的是吗 可以做什么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要跟客户接触 有这种事情的 而且这个事情是谁在帮我们做 是联合国在帮我做 联合国设立一个网站 让EPO设立一个网站 专门负责 就是说是各国给的专利 能不能推翻掉 有没有证据 有没有证据 我凭联合这个证据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就在南部帮过 中刚做过这个事情 我就用联合的网站 去帮中刚找什么 怎样对付日本公司 我们就找到这种证据 那中刚公司很高兴 说我说这个网站是免费的 上面什么花招都有 只要是实验性的东西 都在那个网站上面 你去用 你去用 非常的好玩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并不是很简单的 拿专利不是很简单 拿到专利 不跟人家道导 才叫本事 拿才叫本事 在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public 就是说是公众来讲的话 这里面你看 专利如果盗取 就变成公共计 是大家都晓得的事情 可是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证据 一开始就是免费的 各位看日本的编号 N1的编号 专利的话 那个就是免费的专利 美国的专利 H开头就是免费的专利 在那地方 各个专利组织机构里面 都会有这些免费的专利 这个部分 在这里头 那智慧局呢 我们到后面会讲到 智慧订了一些资料库 可以让各位上去找 这些免费的技术 上去找 所以工商业也好 学校老师也好 你可以上去看这些东西 增加你的研发的能力 给你产品上市的速度 有些是很新的 像我个人就晓得 只要是CDMA的专利 IBM只要做出来 通通放弃 全部就要 我今天做出来 今天就放弃 放给全职业用 他做后面CDMA 这个通信技能管理的钱 他不是赚那个什么 硬体的部分的钱 但他实际上 还会做很多硬体 他每年花58亿美金 就是580 那个 那个38 将近1800亿新台币 新台币在做研究里面 很多都放弃给他 放长线 钓大鱼 在这个里头 在这个地方来说 所以他这让你看看 我也说不一幅美金 就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料 是可以让你什么 真正进入状况的 我们曾经用这免费的技术 跟那个原大的 原则大学的那个财照中心 我们读片天下所有的专利 跟原则要研究的题目 只有7篇专利相符的 可是呢 我用免费可以找到5篇 那换句话说 找了半天全世界有7篇要付钱的 有5篇是不要付钱的 我们可以 我想说 我跟原则大学老师说 先有这5篇做产品嘛 为什么 一点威胁都没有 对不对 人家可能还很感激 你就说 用我的东西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原则大学到一个招数 就是说是 我将来是不是就是 为了这个学校的前途的话 我就直接就免费专利开发产品 他们也开始有这个想法 那这个东西都要靠什么东西 最最艰苦的工作 就是什么 像这是淹水 其实我跟他讲淹水啊 那就下一条就是最基本的工作 可是你下一条你看不出来 对不对 你天下杂志做调查车 也会说下跌了几公里吗 来评设现场的政绩 可是做下跌了是很辛苦的 跟自卫局是资料服务主一样 你要把这资料库建起来 是很辛苦的 急不得也 要一步一步建 下跌要一公里一公里盖啊 对不对 建了出来 所以检索是第一步 检索的对 研究就做得好 检索不对 研究就做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为什么要用专利的资讯呢 看看下面几个理由 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它很独特 为什么讲这个独特呢 我跟各位讲说 我在实验室待了二十年 我在第二十年的时候 被我们那个前任的院长 公院院长说 找出来做智慧产兰间的事情 我在实验室待了二十年 能够做出研究成果 只靠两个工具 一个是技术报告 一个是专利 你像军事机密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给你 写个报告给你看嘛 一定是你要到处去专嘛 所以你能不能找到 人家的机密专利呢 专利有机密专利了 你能不能找到机密专利呢 对不对 有个机密专利很有名 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这边演讲 人家知道我讲什么东西 这边不是有玻璃吗 连窗后面不是有玻璃吗 那个玻璃里面有个名字叫Tempest 什么叫Tempest呢 有一种仪器可以点在玻璃上面 这个玻璃的震动 就是我讲话 可以翻译成我讲话的内容 我这边打字 这样打上去以后呢 他也是要我讲话的内容 他根本不要 他只要把那个光波点在玻璃上 我什么你什么 你什么都不要听出去了 我要听的秘密很简单 很简单 非常容易 这都属于国防机密专利 可是国防机密专利 还有公开的管道可以找的 哪个地方 技术报告 你找到专利就可以找到技术报告 专利里面很多的国防机密的 资料在这里头 第二个是Up to date 都是更新的资料 最新的资料 第三个是讲的非常详细 为什么呢 专利一定要写一段话 人家以前做过些什么东西 有什么缺陷 我这个专利有什么改良 一定有这段话 第四个 duplication 我们现在做研究 常常是做了再说 为什么 你看那个南亚工程师 是被超市 我跟你讲 那个是很正常的 我不知道超市是正常的 他工作时间长是很正常的 我多少学生在工厂里面 在公司里面 工作时间都太长 真的是太长 如果说没结婚也就罢了 其实的话 是很难维持一个家庭生活的 如果说老婆又不做事的话 更惨 更惨 那个家庭会很惨 那时间是工作时间 但是工作前面工作没有做好 我们自己做研究的时候 4%的时间先找资料 4%的时间做研究 另外20%写报告 所以花4%的时间在检索这个资料的部分 人家做过的事情 你如果再去做一遍 那就是白痴了 跟自己过不去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没什么意义的 但因为台湾工程师太超 太超的时候 就说是反正说老板说 比方说我现在讲说 老板说12月1号 我要出下一期的产品 时间就倒退 什么时候妈生产性ready 什么时候买些原料 等到花点花点 根本哪有时间读书 所以妈工程师很多时候 我先做了再说 反正被告是谁 被告是老板 那人一定是这么想的 反正妈是你被告 关我什么事 你要我逼的时候 我去给你 就这个样子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被告有的时候不是冤枉的 真的是超人家的 真的是超人家 我不骗你 我看过很多的故事 我要看到很多的大公司 把人家专利拿过来 不是现在专利 是30年50年专利 拿过来造钞以后 妈申请进去 这种故事我都看过 我都看过这种故事 但是这样子有没有用 没有用 为什么 你赚小钱的时候 人家不来找你 你赚大钱的时候 人家一定上门 你够肥的话 一定来开你一刀 绝对如此 绝对如此 现在很多传商产员说是 我不要做什么专利研究 我跟你讲说 你不做专利研究 你没有专利 人家不买你产品 我亲眼听到 那个韩国的厂商 跟我们厂商竞争的时候 美方的买主是怎么讲 美方买主说是 韩国有专利 你没有专利 现在如果我被告 韩国人可以保护 因为他有专利 你台湾没有专利 我不买你的产品 其实我们比他便宜 品质比他好 人家也不买 人家也不买 那是PCB的产业 印刷电路版的产业 我就亲耳听到 买方就这么讲 所以你当厂商就逼着他说是 我怎么申请专利 我说你好歹先申请50个20个 这话你才有谈判的本钱 对不对 你现在小的时候 你想做是吗 自己做得好 没这回事 福利提高拉局 很多是免费 我刚讲过了 你会不会用 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下 以学术界的能力在台湾 再加上免费的专利的分析来看的话 其实学术界的产约合作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今天你产约合作的时候 我们今天老师们出去 跟那个产约接说是 我帮你搭配一个组合 没有不会受威胁的 产约说觉得可行 他能够用 会容易比较结合的 你在这边来看的话 是不是 所以我们再看下面的东西 他的public domain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前面这个讲 这个public domain 还能够发的 in a different country 这就是机会 这个在法律上面 叫做属地主义 什么叫属地主义呢 今天这个专利 在台湾申请了 好 有个日本人 把这个专利抄去了 然后在日本大卖 如果我们没有 在日本申请专利 我能抓他吗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换句话 这就是布局 今天Apple被骂臭了 说什么 Apple在这个 那个带子没有给我们 Apple人家都有带子 我们没有带子 他骑自我们 我跟你讲 生这种气有什么用 你生这种气没有用的 最好的修理办法 就是查查Apple 在台湾哪个专业没有 他在美国有 大量访罢 他一点脾气都没有 这才叫高招 对不对 让他气得发挥也没办法 就是你要会懂这种技巧 你光骂有什么用 他才不理你了 对不对 你这台湾声音太小 才几派钱 他才不放在眼里 你访罢他产品 他就累了 所以那个山寨机 他怎么紧张 山寨机他能告得成吗 我们常常讲说 山寨机 他你就告成 我们曾经研究过山寨机 告不成的 Apple在大陆 没几个专理 在那个地方 你怎么告 我才不想你能告得成 那大陆房还得证收 我是属地主义 完全遵照 骂盖他的精神 一点 还哑巴吃花 也有口说不出 在这个地方 你看下面这个东西 你如果说是 申请专利被拒绝了 或自己撤回了 那你赶快免费用 一把钱不要出 已经公开了 都可以免费用 然后在下面的东西 过去 当然你可以用了 好 它里面讲的一堆东西 但是没有申请权利下 我们台湾厂商 常常会犯这个错误 这个东西很好 讲了一堆 结果权利下没写清楚 被人家白用 这些地方 都是要谁来抓呢 都是要靠什么 专利工程师 把它抓出来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是 专利工程师也好 他要读到什么东西呢 要读到说 专利里面有什么资讯 你可以拿出来的 第一个 技术资料 我们常讲一句话 说是 以后会什么发展 我先要请教各位一句话 那个LCD 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LCD真的像产业界讲的话 以后都会没落 变成LED吗 我还真怀疑呢 那个CRD到现在都没捣 CRD到现在还有吗 全世界一般以上的产量 理论上LCD取代CRD CRD没死掉 你凭什么说 LED会取代LCD呢 完全不同的技术 可是在专利里面 会写出来 专利里会写出来的 最新的背光模 会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LED 你看到最近 背光模 你上去找资料看 技术情报 会给你带来很多什么 你想象不到的视野 观点 第二个 Legal information 我怎么样能够操纵 这个专利的克制呢 才能够让我赚大钱 对不对 这个Legal information 你可以看到 就是书目资料里面 全部放在首页 技术情报 那个 那个法律情报 商业情报 全部放在第一页 专利的第一页 第一页会被读 就是一个关键点 关键点 那我们智慧局里面的 那个设计的 那个检索的方式呢 完全学习是美国的 基本精神 但是比它做得更好 因为什么 美国的指令要下去 并不好学 并不好学 我们是用的很熟了 但是如果说各位不熟 用起来很不见得顺利 可是呢 智慧就把它 挥挥挥 就说是把它变成 一个一个填充体 你填完以后 就可以找得到 那轻松多了 等到你点下去 检索的时候 它那指令就变成 完全跟美国事实一样 这个东西是很方便的 你会不会用 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可是呢 你要心里想到说 我今天是要找 法律的影响媒体 还找商业的 还找经济的 你要先想好 找哪些栏位 找到栏位以后呢 你就可以发现到 哎 我就可以做出来了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 那个程序来说 像我们做研究 我会做什么样的研究 第一个 我会先看专利是重不重要 如果这个专利是重不重要 比方说 我们刚刚讲 CIGS太阳能薄膜 这个CIGS 是一个薄膜的太阳能电池 这边专利对我有用 我第一个看谁呢 我第一个看他的公司 这个公司有几个专利 为什么呢 追公司是一定要追的 但是这公司一定有什么号码 一定有公司的号码 我说公司的号码 追他所有的集团 比方说我今天追到这个公司是 台积电 台积电最近不是买了CIGS 太阳能设备的那个股份吗 我就会说好 你台积电 所有跟他有关的专业 我凭你的公司号码 可以追出来 集团的 我用专利号码去追公司 再把它所有专利抓出来 然后我再去看台积电 有没有产品 我追他台积电公司 公业产品码 今天台积电做封装 一定有个号码 产品的号码 今天他做加工会有个号码 今天他做派人电池 也会有号码出现 只要他号码一出现 我就知道他的产品上市了 那我马上就知道 凭这个号码 他的产品号码 我会知道他全世界的对手是谁 所以商圈 在美国商圈的训练里面 就说是给你一个公司的产品 你要追他所有的竞争者 你要能够追他所有的通路 那换句话 做一套门道可循的 Marketing Information 有一套资料 有一套规则可循的 那这个东西在台湾还学不会 我们中南科医院 曾经干过一个事情 就是说是 买回来的报告 五千美金六千美金 我把它拆解 拆解以后 去年我们的同事说是 我要你不花一毛钱 做出同样的报告 我不要花一毛钱 做出同样的报告 凭两个数字 一个专利的数字号码 一个公司的号码 凭两个号码 你给我全部追出来 追出来 我们可以做得到 我们可以做得出来 那换句话 专利的女朋友 就告诉你 就是说 我们这些技术 法律这些 你可以利用这几个号码 怎么推出来的 我们如果找到产品的号码 还可以往下再贴个什么 原料的号码 用什么原料 做成什么产品 那供应链也就出来了 也就看得出来 那这些技巧 在商学院 在美国商学院 都是很大的什么 课程 非常有用的课程 所以像Cornel 像Cornel 这些学校 有什么课程呢 今天老师说是 让同学们来研究一下 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某个产业 他们的图书馆 必须要在一天之内 架设出 所有这些资料的去处 来源在哪里 专利从什么地方去扫 市场从什么地方去扫 供应链 什么地方去扫 它整个架出来 老师上课很轻松的 为什么呢 请跟同学说是 这个东西图书馆都架好了 请各位回去读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回来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讨论 这个产业的发展 老师就是问了 学生就要答 对不对 人家上个课 一来一答一来 窝图为什么有名 就这样答的 老师他上什么课 你自己回去念 然后大家辩论 你只要出一个收主意 然后被同学轰死 对不对 但是老师也有压力 在什么地方 同学出个点子 说是你觉得怎么样 老师要答得出名堂了 对 那我同学问他一个问题 说是 你说是吗 这个号码可以找到供应链 你做给我看 你告诉我 老师讲不出来 就跟着完蛋 对 所以这是美国上课 所以我们常常就看 他们怎么去用这资讯 其实有很多的门道 在这地方 那你再看看东西 我们设计 下面你可以看到 对公司的经营者来说 或是你们将要进公司 想出人头地 你有没有这种竞争的优势 你知道这产业往哪里走吗 在专利里面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 全世界专利系统都会告诉你 新的技术在哪个地方 你找得到吗 这第一个东西 第二个东西 当产业一变化 专利的分量就跟着变化了 你抓得到吗 你抓得到吗 新技术你可以看得到 产业的变化你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量就可以看到 怎么去monitor 专利可以monitor 你可以知道新的市场 我刚刚讲过新市场 你可以看到什么 授权的对象 因为你同行都抓出来了 授权对象也就跟着出来了 敌人也出来了 合作的伙伴也出来了 你们看到 那你的底事情就很好下 非常好下 所以东西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今天要发展这个技术 这个产品 缺一个技术去哪里找 这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很大的生意 我们最近碰到一个厂商 给我们来讲说是 有一个催化器 这个催化器呢 日本公司会生产 他就是不肯卖给我 他问我第二商人在哪里 会不会有第三商人 我说啊 你把那个原料的规格给我 人家说他做催化器 规格给我 你给我以后呢 管他全体有几个 如果说只有一个就是一个 如果有第二家 我们一定找得出来 一定找得出来 从哪边去找 从专利去找 我保证可以找得出来 如果说真有第二家的话 绝对找得到 绝对找得到 那就是一个机会 看哪些 也不必大家到处乱问 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是 现在网络上 为什么你看 我常常不用什么 美国专利商务标记 用Google Python 我为什么用Google Python 因为Google的指令好用 在美国是你不能用问句 你只能用关键字 可是在Google上面 好用的不得来 我常常说是 最好是个冰淇淋 配方是什么 我要找冰淇淋配方 我才不去美国专利商务标 找死我了 我就下个 照顾外派说是 最先进的冰淇淋配方 我就找那个 他会给我出来 我们曾经找过云丹运算 Cloud Computing 云丹运算 你把这两个字 打进美国专利商务标记 找不到资料 然后我这边把他说是 云丹 那个 How many 那个 Cloud Computing 派的是 United States 出来一堆 我就下个问题 就会出来了 同样的资料 不同的语法 所以这就告诉你说你怎么去做这些事情 那当然就是说 这acquisition 并多的时候 那个IPG资产是要单独算的 各位如果是商圣的朋友 也晓得专利 这些价值 放在资产负债表里头 要放进去 所以台湾公司说 我要怎么放 很简单 照美国会计 公会的原则 这个专利赚到100万 每基 他的资产就是100万 这个专利如果赚不到钱 资产就是零 很简单的算了 有收入就有资产 没有收入就 如果说你要付出 维持费 就是负债 很简单的 那台湾会很惨 为什么呢 自然 那资产负债表会很难看 都是支出没有收入 那会变得很难看 在这个地方 就会输给人家 报表输给人家 后果是什么东西呢 贷款的利率变高 贷款 因为成本 制造成本会增加 会有一连串的副作用上来 所以这可以看到什么 投资的机会 你们看到 他被inventor 要挖脚去挖谁 也要知道吧 对不对 保护人家 所以这些都是 为什么要检索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那看这个实际的例子 这是一个并购 看这几家公司呢 多数属于药物 那个大的制药公司 谁跟谁合并最好 如果说考购一个基本问题 这三家 谁跟谁合并 有三种选择性 哪个合家 是最有效率的 哪个合家最有效率 你看一看 这两个合家 有没有意思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是不是大家都差不多 对不对 而且还是还是他强 对不对 没什么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东西 那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专利的数目 塞泥进的impact 你能飞进的speed 三十零体 多是衡量专利的好坏 可是呢 你知道 他看的时候 他下面有一点 怎么样 Glasgow 加上SmithKane 会等于Murk 这时候 这两个公司合并 就有意义了 可以跟Murk竞争了 在这上头 这种工作 我跟各位讲 讲究什么速度 因为 八卦新闻满天飞 所以公司在合并的时候 通常只有一个礼拜 左右的时间 你能够评论 这两个公司合并 有效没效 它的专利 跟制裁钱合在一起 有没有用 这种人才是非常的缺乏 其实在美国 都非常缺乏 在美国都非常缺乏 在台湾 根本没有这种人才 没有这种培养人 有的话 也只是把自己训练出来 都藏在什么地方 你也找不到它 可是等到EFA来了以后 问题就跟着来了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台湾去并购大陆 大陆并购台湾都开始 有没有看到 红旗在并购了 方正 红旗开始并购方正 有没有看到 现在很多的 大陆常用台湾来并购公司 这个银行界忙得不得了 政经院忙得不得了 都在介绍中间牵线 做这些事情 好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公司我最喜欢 因为是我打交道 打交道的货工 是全世界最大的 安心期朗制造公司 你可以看到它什么东西 它在并购人家的时候 它会考虑到申请的专利 跟publication专利 这个公司 我跟各位讲说 天下就有什么 就有托拉斯 15年前我在做这个 专利分析的时候 做安全气象的时候 就是跟这公司对上 就是跟这公司对上 美国的安全气象公司 日本的安全气象公司 跟欧洲安全气象公司 三分天下 日本人不到美国欧洲申请 美国人不到日本欧洲申请 反正就说是 何水不换行水 我说天下有这种事情 哪有盘摊的这么好的 显然就是勾结 显然就跟 你不要以为 就是说什么 专利是切得这么清楚的 我就碰到过这种例子 切得干干净净 切得干净净净 那这里面就 摆明的就是利益均分 利益均分在这里 专利可以读得出来 那这件事就给各位看 这里面 美国专利里面 这个资料里头 不要小看这第一页 这第一页 代表你所有的线索 都在这第一页 你会找不找 你会找还是不会找专利呢 就看这个地方 你读不读的透彻 你看他这些名词 专利的号码有什么了不起 我跟你讲 专利号码用处大的 我从专利号码可以追溯 他什么 所有经过的情况 你说是那个 我们来看field of search 我可以从field of search 看到沈台湾的心思 沈台湾在看这个专利的时候 他是怎么找前案文献的 我可以读出他的心思出来 我常去读他知道 为什么他要这样找 理由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常挂在网上 七八个钟头 我们常找专利 一早就是几千笔几万笔 我们那边的要求 办公室的要求 就是说是 你一定要读200篇专利 然后讲出他的重点 不是随便翻一翻就翻过去的 你要读200篇 讲出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决定是不是跟你研究有关系 那你说会不会很累 不会很累 你如果抓到技巧 不会很累 你要会读 就凭这首页指导 你怎么去看 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常讲一个案子 你下一个关键字下去 下一个什么此例下去 得到五万个专利 你只要把它删成一千个 怎么样把它删成一千个 我们到后面可以例子说明一下 为什么 你要有系统 一路三 然后越变得越来越准确 连读都不要读 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所以这里面的技巧就变得很重要 我想说这可能智慧局呢 下一步会做的事情 就是说是 如果说今天审查官找前岸的文献 能够很快的找得到 这个技巧能够放出来 让工商业来用的话 我们研发速度就会变快 就会变得快得多 不会浪费那个时间在这个地方 所以要walking smart 那就walking hard 对不对 最好是工作八小时之间呢 要休息一下 聊天一下 那个冲击一下 然后呢 能够让身心得到效应 我们现在像我们的办公室 三点钟 一定要给我出来 离开椅子的 绝对不要坐在椅子上 为什么 出来站一站 聊聊天 你做些什么事情 有什么困难 聊一下天 可能就人家帮你想个答案出来 比较多 我以前做炸药的时候 三点钟一定要出来 不准待 你给我去种什么 种水果 你种西瓜也好 香药也好 为什么呢 做炸药很紧张 让它松懈一下 那个香蕉的时候是打烤鸡的 你不要有时候 你给我乱种 我跟你讲 你西瓜种的不好 说不定就是一等 再种更来就是冰等 对 这样的话 它就好好去种 不过那西瓜很可爱 你这么小的西瓜 你上面刻个名 你就看它名字一天天变大 你可以看它一天天变大 我也喜欢看这种西瓜 一天天看它长大 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东西 各位来看看 这个开扣的是这个种 你们看 这边写的A1 那我请到各位 这个专利来告我的话 我要不要理他 拿这个专利来告 我要不要理他 对我有没有威胁 我一看到这前面的两 这四个数字 2010 代表是早期公开 还没拿到专利 我心想说 这大概不急 我不要急 对不对 美国的专利是七位数字的话 就代表已经拿到了 这个拿到的话就有威胁了 但是他能不能在台湾告我 这是美国专利啊 你拿到台湾来告我吗 我一定会查查 你在台湾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申请一样 一模一样的专利吗 我要这样去看他 凭什么去看 凭看后的去看 我总看了看法律状态 然后拿这个号码 去追 专利家族 要做功课以后 你就晓得你会不会受人家的威胁 我常常看到那个 别的那个别的公司 那个外国公司 随便来听专利说这 你千万我专利 我一看他号码 我说妈 你都不理他 回家睡觉 你有观念的 我的学弟就碰到这个状况 再为了默克公司来告他 带了15个律师 他说你好 你好 仔细想想 明天早上给我答案 要不要付钱 我一看他专利的号码 全是EP多少多少号 A1 我就跟我那学弟讲 回家睡觉 学弟说我睡不着啊 我说我跟你讲 A1都是只是公开 还没拿到权利 你都不理他 然后另外他说 你还没拿到专利 凭什么来告我 而且我产品还没出来 我还在盖场 还产品还没出来 你就来告我什么意思 你凭什么说我告你 哪个产品 请问你了 想着两个车 他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跟默克特一讲 从此没来 从此没来 大公司也会耍炸的 大公司也会耍炸的 他们也有业绩压力 你要搞清楚 那你再看这个地方的code 这个code叫INID 一定要会看 这个code将来会变成 检索的线索之一 为什么呢 这联合都通过了 每一个国家都要遵守这个code 在这个地方 就说是比方说我这 这边写54是标题 全世界的标题都是54是个代码 这个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 检索的条件 现在还不是 再往下看的时候 下面给各位看一下 56是 各位你看60你就发现到 一个专利申请进去以后呢 会有很多的变化的 我的内容改写了 全力向改写行不行 当然可以 我拿到专利以后把它分割 可不可以也可以 只要合乎条件 我如果说想加上新内容 可不可以也可以 那你怎么知道说这个专利变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 我会撒炸的地方在哪里 我今天申请一个专利 中间变了18次 是不是就18个版本 那各位想想看 我用第一个版本告你 跟用第四个版本告你 有没有用 我今天申请一个专利 中间变了18次 对不对 我拿第九次的版本 跟第四次的版本告你 你觉得怎么样 你如果找不到 我的第十八个版本 我拿旧的版本告你 你准备的方向就错误了 内容可能完全不一样 你准备的方向就整个错误掉 我就要误导你 可是那还是一个专利 还是一个家族 所以你会发现到 当告你的时候 真正告你的专利 未必是重要的专利 未必是重要专利 你找法务人员 找不到最后的专利 或者最源头的专利 官司一定输 官司一定输 你连对手的意图都猜不错的话 你怎么跟人家在法庭上辩论竞争 所以你不要有说专利监索 专利就在台湾的分析过的 一个专利 一个专利 诉讼在美国成本是300万美金 找专利的监索的成本 大概是100万美金 会100万美金 一般就3000多万 你不付都不行 在美国的要求是说这 我帮你找专利 可以啊 一个小子至少550美金 一个小子至少550美金 那个律师还很生气 跟你讲说是 你不要问了 你反正不会 我帮你找就是了 所以我就想到另外一个生意 为什么生意呢 我现在帮很多公司评估 美国人收这么多钱 合不合理啊 我就说这 你跟他讲说 你把检守的步骤列出来 然后我只想去 你做这个步骤只要15秒 你看那个东西只要30分钟 我帮你写时间 我看他怎么收钱 我可以做这个生意的 我可以帮你帮你 帮台公司省钱的 每个步骤都很清楚 要花多少时间 要 要收多少钱 就算你550美金 750 我这1000美金都没关系 我帮你算 你下什么指令 进到美国专利商标记 一个指令下去 不过15秒就出来了 当然就出来了 我进到商用资料库 我多少时间我也出得来 那这个地方就是 人家会抽我们很多的钱 我们看过都是 80万100万美金的 这个生意在这里头 所以你看50都是跟技术有关 他的技术的落点 60都跟什么 发生的状态有关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 刚才显示 是Library里面看到 Python里面看到 这个东西就是 那个Python里面 包含所有的资讯 技术的 市场的 法律的 公司的 全部在里面 但是这个东西会找的话 你会发现到 你无论做研究 做行销 都是一个很大的利器 非常的好用 非常好用 你做行销的人 做个行销 最成功是谁 我发现是刀坑你 为什么刀坑你 1998年 就是91大 91是不是1998年 大地震 我就在那一年 还是99年 我去刀坑你访问 刀坑你跟我说 他卖的产品都不赚钱 顶多打拼 那我说你怎么活的 他说 我们靠什么 售后服务活 我说什么样售后服务 他就说 全世界只要是含戏化学的产品 所有的产品的特性 它的规格 那个光谱 我全部都有 我们的人出去 我刀坑你公司的产品 没有办法应付客户的需求 他就为上面打 传回来说是 别的公司产品 能不能合乎客户的需求 别的公司的产品 能不能合乎客户的需求 他如果找到客户需求 他说 我们刀坑你没有办法 不过我介绍你去买 那家公司的产品 可以达到你的需求 你如果不会买 我还带你去买 他靠这个转介生意 可以吗 把人家打垮 这就卖知识 我知道收集全网 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 他说1945年 我说他不是 电视世界大战 赢的那一年吗 他说就是我成立的那一年 成立的那一年 想到这主意 收集所有的资料 按几十年来这样收钱 他可以做一什么 做一个五本生意 对不对 我说你这个生意 要收集都花多少时间 他说不花时间 他每个上都一个录音机 跟客户对话 他说你这个困难 我要录下来 回去公司好 大家多了解 他说等到他录完以后 所有对话完了以后 电话也录音 科普达电话也录音 给我给MIS的人 负责处理 就说是回答的过程中 什么问题 什么假 他全部记录下来 一个人注意 只要打电脑就可以了 相同问题 就可以答了解答了 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这我看到厉害的地方 那你看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专利 有没有对我们威胁 如果来告我的话 可以看到 是不是七位数字 七位数字就是有威胁了 就是真的拿到专利的地方了 那你看到这个地方 一个什么东西 给各位看一看 other reference 这个叫做其他文献 美国的专利呢 碰到有三个地方 在首页 第一个美国本身的文献 你们看到 这是美国的资料 这是其他的资料 还有是外国专利 美国专利是一个 外国专利是一个 然后是其他文献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从这个地方 叫做Ala Publication 我会从这边追踪到 有哪 这边是四篇 有没有其他专利 也同时引用这四篇参考文献 有没有其他的期刊 也同时引用这四篇参考文献 我可以一路追 那怎么去追呢 就今天下午的课程 你用什么工具去追 专利追期刊 期刊追专利的 一路循环 所以专利跟期刊 相应合而为一 你会不会找这个资料 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对老师来讲 对产业界的老板来说呢 只要你讲对方式 学生就会找得到 不要像以前样说 你先去找专利 然后再追以后的专利 或者你先找期刊 不要 专利期刊一次追 会省很多力气 那这时候最熟的是谁呢 就是图书馆的馆员呢 他的对照顾 哪个边不熟 熟的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图书馆的馆员 可以好好的借购 他们的长处来用 专利跟期刊什么交集 后面还有例子 这个丢地 我迪士哥就跟各位警告 就说是 你如果不在专利上面 写清楚 你只知道哪些文献 将来可能惹上麻烦 因为在打官司的时候呢 你不要举出新的证据 你只要一举新证据 对方就会问你说 这个新证据什么时候发现的 在各国的专利商标局 将来都会有一个规定 如果说你知道这个文献 不送上来的话 将来就会输掉这个专利 这个会被撤销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你拿到新证据 要承报专利局 他重开审查 就算你获准了以后 你在送专利之后 审他之前 审他之后 获证之后 都有义务要提高 你发现的新资料 这个将来会打官司 会很有影响的 再你看下面有东西 就是说是 这个告诉你就是说是 现在来讲 科学跟这个什么 专利的关系会越来越明显 尤其在几个field 通信的电子的生物科技的 关系越来越明显 我们曾经看到过某个领域 它的影证的文献 可以看到到400个以上的 平均400 不是每天400 平均400个以上 非常的大 我们也看到很赚钱 很赚钱的行业 影证的文献不到0.1的 猜猜看是什么行业 赚翻了 比电子也好得不到千百倍 可是呢 全这些领域的专利 一年产出不会十个八的 那叫纺织业 房间专业 专利很少 可是我跟你讲 房间的钱很好赚 非常好赚 没有人去研究 所以我跟你讲 房间是很奇怪的一个行业 专利很少 钱很多 没有人去研究 我倒是觉得很奇怪 在这里 我们曾经做过 全这些防护的分析 二十几种 二十几种 我们把全这些专业 白来白面看一看 一年多是吗 85个国家 一年多十几件 一年才十几件 我心想说 哇 以台湾的眼光来看 应该投资着一千个研发人力 这么迫着防徽的专业 就可以赚大钱 可以赚到这个钱 15个专利吗 找15个公司 一年读一篇也读 读着金光 学那个 那个名准的精神 然后就把研究透彻了 对不对 你这样来想的话 好 下面是个NPL NPL就是非专利文献 专利文献 专利文献 跟非专利文献 交集是越来越多 现在 找的方法越来越多 但是这边有个重点 是什么东西 NPL的文献将来是什么 举发是最重要的工具 你不会找NPL 将来举发诉讼 你就会输掉人家 所以NPL 为什么像欧洲专利 要大力扣送NPL 就说是 我将来要变成全世界NPL的资料 会让全世界都要使用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专利里面最难找的 什么专利 叫essential IP 就是哪些专利 会变成产业的规范 这个专利最难找 但这个专利有个方式去追 用NPL去追 追规范的专利 为什么呢 有些公司下高通 被罚了好几亿美金 为什么呢 他就隐瞒了事实 因为在产业联盟里 有个规定 你这个专利 如果要变成产业标准的话 你要通告 这个联盟的话 你如果隐瞒的话 会不会罚以重款 重款 那不是说联盟罚他 联盟是罚不动的 政府会罚的 因为你想赚后面的钱 不让你赚这个钱的 那这个专利怎么找 这种专利怎么找 要看NPL去看 所以那个 欧洲专利的 正在建这两个部分呢 我觉得是很关键性的 在这个地方 那这资料 可以看到 化学类最高 就觉得化学 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很复杂的 好 你看EPO EPO的审查官 或者说是产业界找资料的时候呢 都会找一个 Documentation 叫Minimum Documentation 他换句话说呢 理论上就说是 天下文献这么多 每天还有几十万件的速度 你可能找得完吗 不见得找得完 就要有技巧 有个guidance出来 这个Minimum Documentation 就是说是 全世界哪些期刊是顶尖的 对不对 去那边开始 可以看到最先进的技术 然后你审查官呢 按照一定的程序去找 就比较不容易漏掉 那反过来说 产业就用同样的方法去找 也比较不容易漏失掉 重要的技术 在这个上头 所以对这名词 你要注意到 Minimum Documentation 很多国家 或者其他会说是 你要那个 我们登个广告说是 我们今天吗 中国化学会的会是 登上 EPU的Minimum Documentation 那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那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荣耀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跟各位说 介绍 这个名词在这里头 那你可以看到 在NP2里头呢 你打XP呢 不是国家 XP是非专利文学 现在欧洲专业 没有办法做到什么东西呢 我下一个关键是 非专利文学有多少出来 没有办法做 它有相当的缺陷 可是我跟各位讲说是 欧洲专业 我实验很恨它 第一个不好用 第二个呢 他跟我们人一样 上下班的 他不是24小时的 你到今天上去 他还是随时休息 他不叫休息 他叫Maintenance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休息 可能下午三点 可能早上八点 永远不知道 You never know 所以我很讨厌它 可是欧洲专业的时间 变化很多 我不能不用它 天天都要用它 资料太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Rapus Lander XP在这个地方 各位来看看这个系统 打下去以后 你们看到 GDAR 各位要注意到这个号码 这个号码 等一下会讲 现在最可怕的是 什么东西呢 期刊的内容 会用专利的分类来标示 期刊的内容 会用专利的分类来标示 换句话说 将来你下一个指令 专利的分类 不但专利找到 期刊也找到 期刊也找到 那日本人做的最好 日本人做的最好 我们进到日本的 CSDB资料库里面去 我们就发现到 这个什么故事呢 就发现到说 我看不到Hitachi的资料 Toshiba的资料 我都可以在日本 特举丁看得到 因为日本特举丁 把这些公司 叫做收进去了 我去跟他要 他不给我的 我跟你讲 投机要他 不会给你要这盖子 你不给我 没有关系 我自己去找 我叫日本特举丁去找 在这个地方 所以专利就很 现在变成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是 你用关键制造 是绝对需要的 但是呢 分类更重要 分类是什么意思呢 把相同的技术 或是类似的技术 放在一起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分类嘛 分门别类嘛 可是呢 下面一个 对大家来说 很头痛的事 你要学几个分类啊 这边帮各位列出来 五个呢 是最最重要的五个 我还没讲 第六 第七 第八个 在这里头 第一个 国际专利分类 一定要学 因为全世界通用 联合国制定的 第二个 EKLA 欧洲专利分类 也要用 为什么呢 它可以帮你 减少十分之九的 读书时间 欧洲分类呢 做得很精细 而且呢 是跟着产品走 欧洲专利分类有个特征呢 现在这几年有个特征 跟着产品走 你的产品是什么样的 就有对应的分类 它在做这个工作 已经做了很大一部分 做得非常的好 第三个 USP是美国的分类 各位申请一个美国专利 什么好处 你的美国专利啊 你会发现到啊 美国怎么帮你规定 可以帮你发展 很多的东西出来 为什么呢 它是以技术 加上什么 应用面来分类 第一个国际专利分类 是技术面来分 欧洲呢 是技术加产品 美国是技术加应用 你自己都不知道应用面 美国可能把你想出来 别人也把你想出来 敏感的很 第四个 FIF term File index File forming term 就是日本的 日本是什么 分类再加上什么 技术 这样什么 产业 他就把这个分类 把它合在一起 变成产业面来看 再看第一个DWPI 读了一个专利 他 昆头转眼 还不知道他干什么 DWPI帮你改写 改写什么东西呢 我们后面就有例子 这个专利的 好 用途在哪里 这个专利是什么 特征在什么地方 好处在什么地方 他等下帮你改写 你根本你看都不要看 一读下去 为什么这种东西 对待就有用呢 各位可能将来会跟我一样 我念的是化学 现在弄这个智慧参业 也不如是两个专长 对不对 不过我看起来 可能像法律人才 因为每个都问我说 我学法律的 我法律学的很多 所有自在学习法律 加上民法刑法 民数刑数 我该就得全修完了 人家说可以考律师 我说打死不考 考试多累 还要念书 现在玩都来不及 到这个年纪是玩比较重要 念书不重要 你们可能要倒过来 念书比较重要 玩不重要 可是你看看 低达可以帮你整个改写 而且它这边有一个 很大的特征 它的关键是统一的 其他的资料库 关键是不会统一 但是呢 它这里面是关键是统一 全部筛选会统一 这个很重要 所以资料是在 不得已的时候 因为它太贵了 它太贵了 进去以后呢 我就下来一看 就马上看它的用途 时间紧迫 就用这个资料库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看国际专利分类 国际专利分类跟美国专利分类有什么差别 你跟大家看看 国际专利分类每五到六年变一次 理论上应该是五年 可是你看要注意到 国际分类的第八版是一定要会找的 为什么呢 你用其他的版本找会会吃亏 会吃亏 为什么来讲呢 因为在这个1998到2008年十年之间 联合国际与欧洲专利有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就是说是 把全世界所有专利给收集起来 当时在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第三版 这每个五年当中的分类都保持原有的记录 可是呢 这几千万个专利 要根据第八版的精神 重新全部再分 全部重新再分类 所以现在欧洲交付上面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原始的记录 一个是后来第八版的版本 那我讲个例子 给各位看 我曾经做过安全清浪的分析 到今天为止大概有三万个 如果说我不分版本 一二三四一到八 大概有三万个专利 我如果用国际分类第八版 整理过的资料 大概会剩下两万 两万六千个 就少大概四千个左右 我就不要读这四千个 对不对 好 我刚刚讲过 怎么样从两万个三万个五万个 当到一千个 各位怎么办 这第一步 我用第八版减四千 对不对 十秒钟时间 把他砍掉四千个 我再下一个指令 我要用核心 进阶版 它分两个版本 它的进阶版里面 我要再加上一个i 这个i代表说 全力向出现这个技术的 我才要 因为你全力向不出现 对我没威胁 我才不怕你了 我把a这个 再加上一个i 我们第八版的 进阶版的里面的什么 全力向有的专利盘 我下一个i字下去 出来以后 剩下妈大概两万一千个 我马上就去掉九千个了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二招 第三招呢 一个专利 可能申请一个国家 也可能申请两个 可能申请三个 对不对 平均大概是三个左右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这是两万一千个 我把家族删掉 剩下七千个 你看看 三万给我妈 三两千 剩下两万 剩下七千个 去掉两万三千个 对不对 招数很多 但是你按部就班 会越来越蠢 越来越蠢 而且不发什么 摧毁之力 然后你说 第四步是什么东西呢 专利如果超过 申请是二十年 不是通通都是免费的吗 我还怕什么 我在下个指令吗 二十年以前 通通通通通删掉 对我有威胁的留下来 我都可以下这种指令啊 一步一步做 一步一步删 你可以删到一 那就是他国际专利分裂 有没有看到 全世界都在用 他到第五级 可是呢 美国专利呢 根本跟他是风马力不相及 国际专利分裂有七万个 美国专利分裂有十三十五万个 是他两倍多 美国专利还有一个特征 Updated Continuously 美国专利分裂呢 他的应用面走的时候 说变就变 说变就变 你今天看到 明天可能不见 我们最近做一个例子 我们在吹萨克斯丰 后里的萨克斯丰开始没落 在2007年开始 2006 2007年开始没落 我们在检讨就说 为什么没落 他发现分类改变了 分类改变 旧分类消失 新分类产生 所以萨克斯丰的技术在变 技术在变上 只有美国有这个本事 把这个产业变得很 很快 美国专利分类号码 你一看就知道 它是新的还是旧的 是新产业还是旧产业 一看就知道 在那个地方 你要会看 好 再看欧洲专利分类呢 各位来看一看 两个来比的话 欧洲专利分类 是根据国际专利分类前面 再往下细分 他把从7万个 再往下分到13万4千 你欧洲分 我们讲支架 像我上上去装了一个支架 我曾经经济改变过两次 在同个月之内 那医生跟我说没有第三次 我说我也知道没有第三次 因为那个机会是十分之 就十个只有两个会活 连续两次就是百分之四 第三就是千分之八 按照机率来算的话 就千分之八 我在那边是唯一 家户病房清醒的人 实在无聊到透顶 无聊到不知道怎么办 只要数天花板的蚂蚁 在那边怎么走 每一条都可以走几公分 这样在那边算那个事情 我身上的支架 是有药跟没药的差多少 这个支架我在那边 它特别允许我打电脑 在这个家户病房 我就上去找了支架 支架那个营业了有多少 专利有多少 发现了 哇 小支架就几千个专利 营业可以到六十亿美金 一个小支架是六十亿美金的市场 我今天想说 哇 我这种学化学的话 应该学到药物图腹的装股 那个技术的话 就发财了 我那再想发展 没想到小命都几乎不保 在那个想那个事情 可是你可以看到 欧洲分裂的 那个支架有没有 分很多种 有药物的 没有药物的 不锈钢的 其他金属的 我跟你讲说是 我今天如果是就不锈钢的药物的话 可以从几千个转当到几十个 我只要看到几十个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刚刚那个安全气囊 我跟各位讲 如果说我今天做的是什么 驾驶做的安全气囊 对不对 我可能就从七千个降到七十个 欧洲把它分得很清楚 这是驾驶做的 那是乘客做的 那是后座的 那从头上保护的 膝盖保护的 各式各样的分类 几十种 你知道七千个变几十种 不就几十个吗 对不对 这是它的差异所在 而且欧洲专利跟美国专利一样 随时更新 随时更新 我们吃过好大的亏 我们吃到台大墙 那个亏吃到好大 吃到好大 因为什么 我们帮台大做WSN H04W的分类 交货前的15天 他改分的时候 他我妈全班人马 全部重做 前面做的三个班人 都是白宫 关在网咖 没日没夜 只有网咖二十小时开放 那办公室还不能 二十小时开放 只有网咖二十小时开放 做的没日没夜 是恨死那欧洲专利 他晚出两个礼拜 我交账就算了 管他去死 对不对 他就那天出来 我们全部改写 好 下面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国际专业分类八个部 就最上层是八个部 ABCDF阶级 像我做的是F 武器爆破 在这里头 LED呢就照明 在这里头 对不对 那问一下 理财专业是什么分类 我们常常有点心情 上去理理财 增加一点收入 理财专业会属于哪个分 哪个分类 猜不猜得出来 猜不猜得出来 算不算人类生活需要 我跟各位讲 在物理那个部分 电子商务那个部分 理财在电子商务那个部分 理财 那再考各位另外一个问题 这东西行政大楼 行政人员的分类在哪里 这东西行政大楼 行政大楼分类在哪里 也在机 也在机 我跟你讲 每个行业都有分类 你这样到任何工作去 我劝你一个招数 我教你一个招数 你那个职位的分类是什么东西 把它找出来以后 天下所有技术都可以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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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你是理财专员 对不对 你是公债的理财专员 比方说 老板逼的你说是 想个新点是吗 你公债怎么样可以卖得好一点 我跟你讲说你去找找看 教你卖公债专利很多 很多的 衍生交易 公债都分分别的分得很清楚 我在金融研训院上过课 那金融研训院跟我讲说 每次都要请花旗喝咖啡 漏几个消息出来 你们美国怎么做的 我说干嘛 你把花旗专专业找出来 他什么密度在里头的 你还去管他什么浪耗不浪耗 你把他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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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教育都几千个几百的 你前面教都可以教的出来 干嘛请他喝咖啡 自己喝多好 我不要他教了 我还知道他所有底细 全部都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但这边有个歪 各位记下 第九个步 歪 这边没有写的 第九个步 歪是代表什么呢 技术没有办法归类的地方 通通放在歪 所以这个歪 这里各位就要小心 好 你可以看到国际专利分类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八版是2000年开始 到现在为止 可是呢明年可能有第九版 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这个叫做IPC Reform IPC Reform就代表是第八版 在这个上头 它这上头 第八版改变量非常大 第一个改变的就是说是 把以前所有专利 按照第八版的经济分类 第二个就是什么 分成核心版跟经济版两个系统 核心版是18000个分类 经济版有7万个分类 所以核心版跟经济版呢 是相容的 但是未必能够好好使用 可是在第九版听说 它公告的消息 核心版要取消了 只为它经济版 又恢复到只有一个版本 那明年1月号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上头 它通常是三年变更一次 核心版是三年变更一次 可是呢 经济版是三个月变更一次 加上速度会越来越快 很多以前没有办法进到专利 现在都进到专利 比方说草药 已经进去了 我再猜下一个是不是印度的瑜伽 印度瑜伽可能要进去 印度现在已经发出威胁了 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朋友 如果说摆瑜伽自治 摆得如果说太难一点的话 印度政府会跟你上人收钱的 印度政府已经发出全球通告 任何国家任何个人 想把瑜伽的知识 拿去变成任何智慧财产权 如果说你进行什么瑜伽 这些活动 又不付钱的话 印度政府将势必最终到底 致死方休 这是印度政府的宣传稿 印度政府还有一招 任何人在印度申请专利 如果不制造使用销售的话 每个专利罚两万五千美金 我心想说 这是天助我也 为什么呢 我们在台湾在韩国 我们跟台湾跟韩国在印度比 都是台湾输了一大截 韩国厂商申请专利越多 将会被罚的机会就越多 那成本就越高 真是天助台湾 开发印度市场 我跟你讲会变的 瑜伽是很可能会变的 过去六年来 我看到印度政府 花十亿美金 建一个传统的资料库 就是要把瑜伽草要摆进去 变成世界的专利 他花了十亿美金 切而不舍 切而不舍 你不要以为他是傻瓜 他真的会做到 今天不行 明天明天不行 后面 吞到了三百年 就能把瑜伽草搞进去 你要看这个事情 好 给各位看一个基本的概念 专利怎么找 看分类 相同的技术会摆在一起 刚前面看到 H是八个section 八个section 分到下面第二层呢 分到下面第二层呢 大概在120到125左右 左右 第二类 你会看到电器 基本电影就分到第二层 文字数字 第三层是文字又来了 半导体装置 这个大概差不多600左右 620 640左右 再分到第四层 木 group 知道半导体装置 或圆圆的方法 或设备 在这里头 大概可以到6000 现在慢慢增加到6000了 以前只有3000 再分到第五层 四目 supergroup 你跟他下来的话 大概有7万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到第三层的时候 是最恰当的 大概在640个左右 在这里头 他这640人呢 会跟产业对照 联合国里面有个系统 专利的分类 对照产业的分类 分类 所以经济活动都从这边算出来的 都从这边算出来的 可以看到这 所以号码如果出来 像台积电 你们看到 机体电路装置 获取零件的制造 台湾如果说 有公司属于这个分类 的话 这个号码下去 所有的专利都会出来 这个领域的专利都会出来的 那我刚才也讲一句话 将来这个号码下去 其他人的资料会出来 其他人的资料会出来 这是一个趋势在这个地方 但是标标这五层骗了 为什么 你看下面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说是H01F 1斜线053 对吧 这个是分到第十层了 不是分到第五层了 所以标标表面骗到 要看这个真正的层次 你要看清楚 那这个层次呢 在智慧局的网站上都有 你只要找到国际分类的话 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分到第十层了 分到第十层 分到第十层 我最多是二十层 我看到了 看到是二十层 那下面这个东西 科尔刚才的范飞红 刚才讲过 影分行呢 就是说是 在专利的权利项 有没有对我有威胁的 或者是说是 在专利的文章里面呢 有没有对我有用的 回溯性的威胁 所以我刚才讲说 写故事啊 比方说我今天 完全不懂LED 我今天完全不懂数位相机 我想写一个故事的话 我就来专利找 我会下个指令 我刚下字I I代表说影分行 我要找权利项 对我有威胁的 我就下N 是什么的 囊影分行的时候 我就说 我要找回溯性的文章 这个文章可以很快 让我了解这个技术领域 有多少的先前记忆 还有多少解释 历史的资料 我要看这些东西 我就会下指令 所以它的设计 非常的人性化 不同的指令 可以有不同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各位就是读资料的本事 给各位介绍一下 这第一个 第二是8B50 你们看到 这是出体 那个黑字 邪体 还是出体 这是什么东西 代表进阶版的分类 再往下面一个 这是正 那个正凯 它就核心版的分类 所以在每个的首页 你可以看是两个分类 出的邪体 就是进阶版 出的正凯 正凯就是 那个核心版 就是邪体是进阶版 正凯还是核心版 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页写四个 进阶版的分类 就代表四个新技术 全力上是一个一个分的 一个一个分的 很容易看得出来 你标读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第三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说是 如果说是 BOLD就是 粗体 就是Invention Information 细体 不是粗体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是Additional Information 就是非 全力上有关的 跟全力上没有关系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什么东西呢 有个版本 这个分类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出现 这个分类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 给各位的例子是 有2001月1号 2007年4月1号 2008年7月1号 不同时间的版本 这个版本随时会变 三个也会变一次 三个也会变一次 换句话是 跟着什么走 跟着产业走 他慢慢会跟着产业走 在这个地方 那下面就给各位看一下 智慧就有东西了 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可以看得到 国际专利分类 结论性 各位有没有看到 你不懂分类号 没有关系 用关键字去找 你可以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是 关键字可以帮你去说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是 你不晓得分类没有关系 用关键字找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例子 告诉你什么东西呢 这个专利有三个分类 代表有三个新技术 很好 很好读 那欧洲专利分类呢 是根据国际专利分类的 五阶 再往下分什么呢 六阶 七阶 八阶 九阶 十阶 分得更细 所以你看到五阶的分类 Section class Serv class Group Serv group 第六阶变成什么东西呢 First Serv group Stension Second Serv 往下走 所以欧洲专利分类分得更细 分得是三万四千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给各位一个例子 这个人写的是 上面是国际分类 下面是欧洲分类 十次后面的HD代表第六阶 图字代表第七阶 文字数字交错 分得很清楚 而且呢 层次分明 很简单 所以各位回去可以试一下看 你所研究的领域 说不定欧洲分类都帮你把产品都分得好 归类归好了 看得清清楚楚 各位如果写企划案 我跟你讲 你拿欧洲分类一写 就是产品的案子 下面是说把公司找出来 对不对 它有很多的好处你会利用 不但是找技术 还可以帮你写企划案这些事情 下面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有个例子给各位看 为什么东西呢 欧洲专利系统 新增进化能源专开 Clean Energy Pattern 这个东西还不知道怎么分呢 所以他就和下面讲了一大堆 各位妈慢慢去看它 可是下面这个例子 看一下 Y02 就我刚讲的 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的说明 General Titing of Ne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新技术 我只是不晓得怎么分而已 你看它第二项 02 01是什么呢 奈米科技 Y01是奈米科技 Y02你可以看到 Application for the Mitigation of Adoption against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迁 我们现在天天叫北京用自己淹死 对不对 冰山融化 都是属于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的分类 你看看 然后下去看一下 就是跟我现在最热门的什么 减能减碳什么有关系 可是跟你进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真的是麻糊到什么分采 好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分采 可是对研究人来讲是最好 为什么呢 你要早上都全在这里面了 你今天讲到什么风力发电 什么 什么那个太阳能发电 什么发电 什么电 多通通在这里头 全部在这里头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那个carbon temperature 抓CO2 对不对 也会在这里面了 也会在这里头CO2 就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欧洲就把它分出来 最爱是最近这几个月分出来的 分出来的技术 是不是 好 我们到这边休息十分钟 好不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下面就要是一个美国专利的分类 给我看看 这是一个组分类 有没有看到 像我太太的专商是陈一 它就在D 那是很古老的 像900是loba 就是机器人 这美国的分类是组分类 给各位看一下 那如果说是 设计方面 各位有没有看到 设计是让台湾的新资料专利 在美国是D 就design的意思 然后APP是代表植物的 H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就是代表免费技术 SIR 1985年以后呢 用H做代表 1985年之前 用T做代表 这就是美国的什么呢 美国免费专利的代号 所以你看到H开头的专利编号 尽量用 没有关系 看到T也可以用 都没有关系的 在这日本的地方 我刚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 日本你可以看到 国际专利分类 第一次有7万个分类 这7万分类 有的长 有的短 就翻有的大 有的小的意思 都是single fill point 就是单一的技术观点 可是呢 日本人把它分成什么 每一个专利把它切 有的切四个 有的切两个 有的没有改 有的本来就很小了 有的切三个 对不对 他把它切成19万 就是把你7万个专利分类 有没有 我把它切成19万 所以日本专利是国际专利分类什么 第六层跟第七层 把它切成19万 跟欧洲专利一样 欧洲专利是说前面五层 是根据国际分类 后面六七八九十 是我自己编的嘛 对不对 日本是说是 你国际分类是吗 五层 我不要把你切成六层 机器变成19万 下面才是日本最厉害的地方 我把这个切出来的这些类别 我怎么样把它重新组合 组合出来呢 可以变成一个新的产业 这些编号呢 什么21001 21001 就是产业的分类 也就是台湾产业 上的专利地图的地方 如果说日本人 曾经做的专利 做了多少个呢 1800个 在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就是最值钱的地方 因为什么 在这个报告里面会写出 日本的专利的整个分布 在这个领域 它所有的技术的什么项目 会看得清清楚楚 在这个里头 是非常重要的资讯 可以省理吗 三个月的时间去整理这些东西 任何帮你整理好了 所以我们常会说是 找专利的话 先看小日本 有没有先做过这个功夫 省我的时间 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 是吧 现在大家讲求速度 像老板 最近不是有一个新流行的名字 叫责任制吗 我上次听到我的学生讲说 老板下午点钟叫来说 这个分析下 明天早上八点钟汇报 那换句话 白话 你解释一下 你晚上不要睡觉 那不是这个 但是你要会 你要会想办法 我觉得你会找到这个东西 10分钟我就解决了 我何必跟你晚上不睡觉 好 下面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来看看 你们看吧 什么叫 File Index File Forming 它有三个条件 我要快速的加热 我要用烤 那个铁架 我是烤肉 三个条件里面呢 你看它 所有专利的 从三个方向切进去 结果找到快速的烤肉架 在这个部分 日本人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主题码 写得非常的清楚 日本人从来不用 关键是找专利的 从来不用 你看它日本说的报告 全是用分类来找资料 它用各种技巧来找资料 它不但从日本的开始 它还说是欧洲怎么找 美国怎么找 它有一套程序的 我们曾经研究过日本 它写报告说是 凭什么它两天可以写出报告 写两个月 我们曾经写过燃料电池的报告 然后读了两个月 说自以为很得意 后来妈到网上去找找 我说信仰不对 这个燃料电池这么热门 怎么会只有人到我来写 我才不相信呢 进去看看日本写 整个程序下来 我说早知道的话 我两天就写完了 其他通通跑出去玩 牛兵的牛兵 唱歌的 写了干什么 好 我们再看看 下面就要会 各位要会念 G09F900 是国际专利分裂 这边写得很清楚 对你们看到 后面的斗点320 这就是第六层了 凡是数字 就代表技术的大项 凡是看到文字 第六层的A 这个A 我跟你讲 这个写是骗你的 为什么 通常不会写A 会写 at A 小老鼠 320 at A 真的要前所事 要加这个指令下去的 A是代表什么 真正系的项目 技术项目 专专业的技术 比方说 如果说是今天 我们这边标准今天 因为我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 我如果用B60R2100来看的话 它的101 就是说是我怎么样去预测 会不会被撞到 就是一个大的项目 对 会不会预测撞到 它的A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预测撞到的方法 是用电视的TV camera来测它呢 还是我是B 用超音波来看 写得非常的详细 非常详细 那日本这样来写的话 要注意它的英文名称 为什么呢 千万用它的英文名称找字 因为什么 在大陆跟台湾 这个名称翻译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你要记住这个名称以后 我跟你讲说是 日本所有的技术资料 都可以找得很仔细 你在网路上 打入比方说是汽车电子 加上Subversion Subversion Symbol 再File Discrimination Symbol 我跟你讲 那分列就会跳出来 那个F-term就会跳出来给你看 就你要会懂这些东西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就是日本的专利最重要的地方 2B003是一个地图 这边是什么东西呢 Artificial Fish Riffs 下面代表它的专利包含的内容 不只是一个分类 左边的AADBCC 代表大的技术项目 右边的01 02 03 A 这些代表系的项目 换句话说 这个人工的什么 Fish的Rail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的分量会分到这些地方 它的Structure也好 或者它有什么东西呢 Material 有没有看到材料 用什么材料做这个Artificial Fish Rails呢 后面这个材料 可以分 帮你分得很清楚 有没有看到 可能用Compress做的 可能用Metal做的 可能用ScientificRail做 Rail做的 它都把你分好了 有没有看到 在这一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说你是用 你是用金属做 只要查这个DD02就好了 每一个方块后面 都是一组专利 那这边还给各位说明一下 日本的专利 只有到日本特区 一定来找个完整 不然是找不完整的 就像台湾专利一样 我们曾经训练过 我们的新进工程师 我说台湾专利好不好找 今天你找到 十个台湾专利 在智慧学的网站上找 你到欧洲专利 能不能找出十个来 很少会找出十个来 我跟你讲说是 不好找 因为每个国家编码会不一样 只有自己国家 专利是最完整的 我跟你讲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也好 德国也好 日本也好 只有说是 自己国家会最完整 送到欧洲专利都只是部分 不会说是全部 在这个里头 下面这次告诉我 DWPI它的特质 它分三大块 化学工程跟电子 这三大块 那这个给各位做个参考 看一下 你往下看的时候呢 它有什么好东西 这下面是说明 这个德文 Manual Code 我跟各位讲是最细的 各位有没有看到 用来补充国际专利分码 不够精准之处 OK 它可以显著改善 检索的速度跟准确性 我很喜欢用这个 是因为它也三个月变次 它三个月变次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新的产业 在什么地方 它的反应非常的快 而且是文章很简洁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分类 去找资料 这样子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 Legal的部分 DWPI 它Legal的部分 我们再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 Green Power Source and Energy Generation 它会帮你列出来 它的分类是在哪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Battery 可以看到Fuel Sale 在这里头 那在这里面 它的分类出来以后 几乎都是跟着商业用途走 前面讲的所有的分类 四个分类都是跟着技术 技术加产品 技术加上产业 可是这是商业用途的分类 商业用途分类跟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同样的 400个专利进去 技术的观点 跟商业观点是完全不同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就是有些时候花点钱 还是值得的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看到 S11带区U领域 这是Winterland Generator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写的Change的 分类改了 代表技术改了 这边有Current 现在的Winterland 你们看到 你看这是Winterland Generator 所以这边分得非常细 有Large Scale Small Scale 大风力发电 小风力发电 这个全部都会出来 再往下看看 给各位看 这是什么东西呢 让大家来比较一下 这篇专利的开头是这个样子 给你改写的开头 你会喜欢哪一种 各位自己评浪一下看 一个是送出去申请收的名称 一个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Tracking里面看到 Black Local Changes Using Snapshot 然后对我这个外行人来讲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我也不学电子 我看上面这个东西 他讲一个Fertual Machine 那我就晓得了吗 比较口语化 我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是 他会改写这个部分 那我刚刚讲说最重要是什么 他把所有的关键词改写 而且统一在那个地方 那个最值钱 好你再看下面一个 他都好 你没看到 他是不是有写use 他的用途在什么地方 他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他这边还少一个任用 没有写出来是 Navity 创新的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很快速的分析 比方说是 今天我提到一个任务 说今天晚上 马上分析出这三个专利的特征 我先找DWPR 那我先看他做什么用途 他创新的点什么地方 我再来研究他 到底真的假的 会不一样 所以再往下看 这是一个 Tonson Innoficio 是一个检索的工具 为什么接到这个工具 是因为现在很多的 那个收费资料库 都有很多的条件检索 在这个地方 收费资料库 当然有加值才会去 才会去用 那Tonson Innoficio 是一个比较 现在popular的工具 检索的方法 各位猜猜看跟谁一样 跟美国专利商标局 一模一样 也跟台湾的智慧局 是一模一样 但是我刚刚也讲过了 智慧的检索指引 是最friendly 用适的friendly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下面一些 检索的技巧 分析跟策略 第一个 information的这个专业程度 你就说是 收集资料不算稀奇 要把它消化 变成情报 才叫本事 对不对 收集资料 谁不会收集 你打个关键基金 Google给你好几千万个资料 甚至好几亿个 你要消化才是问题 对不对 你读不完的书 在这里头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 下午的客人会教各位 什么东西呢 怎么样用社区应景 不同社区应景 帮你读书 雅虎跟Google 都是不错 但是呢 绝对不是最好的 我们用不同的题目 就有不同的社区应景 比方说 我想知道 华尔街人士的新的想法 我绝对不会用Google 我一定用DocPi 为什么呢 那是华尔街人士 要必读的社区应景 我当然跟他 合在一起 你读什么 我就给你读什么 在这里头 对不对 换句话说 所以我就 比方说我要知道说 这个贸易 这些产品的贸易 在哪里 或者什么东西 我绝对上网去花 一月的时间 花10块钱美金 定一个 北极星 Northalite 为什么 Northalite 收集全世界 700多个贸易期盘的资料 一个月上去 只要10块钱美金 我当然上去了 300多新台币 省我好多时间了 对不对 我可以妈 欣赏那个月亮 我可以妈出去三星 我再花10块钱美金 我就可以用北极光 Northalite 进去看这个资料 所以换句话 就是什么东西呢 能不能产生加值左右 你在检索专利 分析专利的过程中 这个专利最重要 在这里头 所以你要非常什么 你要locate 找专利就是locate 评估 会不会去读 又是effective 你能不能真正用上去 在这里头 这个过程呢 其实我想 各位不必讲也知道 先做研究 然后呢 申请专利 然后呢 要把 要维持住 然后授权出去赚钱 保护自己的财产 我想这个观念 只要一分钟 大家都可以理解 问题是 这边有产学合作的朋友说 老板跟你说是 明天把他这个 老板那个学校专利 产300万美金出来 我跟你讲说 好不好弄啊 不好弄啊 我自己是评审委员 为什么呢 我到交大清大评审 我到学校评审 我就发现到 全力经 能够收到2000万的学校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 2000万已经很不错的 不简单了 已经使尽使尽所有的力气了 可是我们的官员不满意 他说是 我给你妈134亿 一年给你13亿 你只给我产出2000万 这个妈在开公司 早就倒闭了 我想学校老师一定很厚 为什么 学校不是只收益 还要教学生 还要做实验 还有什么东西 可是葵葵还讲了 产学合作里面 你要授权金 要有相当的本事 我想唯一的增见 人家什么地方 专业经历的薪水不够 如果说你这个专业信息 有50万美金的信息 你看他屏不屏密 我跟你讲说 为什么专业信息不够 我们现在产学合作的单位 最辛苦的是什么 经理太年轻 就算有本事 人家也不相信 人家国外都请谁 都是请什么 创投的 大佬 创投有经历 他打一个电话 什么都来了 我们经理没这个本事 人脉不够 就会做不下去 各位看看这个地方 他的三个在这里头 这是一个检索的过程 在检索过程 这个参数最重要 什么样的参数 关键是个参数 分类是个参数 分类我们就要五个了 就五个参数的变化 才是个地方 那这里面是跟各位 讲的什么东西 我想这个流程 是一个重点的 各位说明 如果说你找到 一篇文献有用的话 你要利用学校的资源 或者是网络上资源 能够找出天下所有的文献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找到一篇有用 管它是期刊 管它是行路 找到一篇就要找出 天下所有的文献 这是我想在学校 最重要的基本训练 我们训练学生也好 训练我们的助理也好 训练我们的 新建工程师也好 都是给他一篇文献 要找出天下所有的文献 你有这个本事以后 什么资料都找得到 什么资料都找得到 所以整个流程中 也有这个概念 好 这个PCT Minimum Documentation 就告诉你 哪些资料固是重要的 审查官要去看的 不同的领域 就有不同的资料库 你比方说我今天找 我是学化学的 今天我要找有机金属 化学的合成的话 我非要看化学摘要资料 对不对 加上专利资料库 今天如果说你说电子变机的 老师们可能上去看 IEEE Explore 今天你是做什么 电脑的 你可能要去Compendex 你先说金属的 冶金的 MetaDex 对不对 这些都是属于 Minimum Documentation的部分 可是下面你看一下 这个东西 有没有看到 它这里面会帮你 做出一些格式出来 这个格式是什么格式 你可以看到 它的期刊 它的 那个Provider 它的缩写 它哪个年代开始 什么什么东西 这些都跟各位讲说 是审查官 要凭它的经验 跟它guidance 上去找前岸的资料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EPA的 涉及Documentation 各位也可以看看 说明一下 就是说是 它的Minimum Documentation 叫Python Collection Used to Find PyArts Documents 有没有看到 要确定有没有新颖性 或者进步性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Minimum Documentation 是我们常要进去看 为什么呢 千变万好 期干会上去下来的 上去下来 非常的快的 好 美国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重点 美国不叫 Minimum Documentation 美国叫做 Search Templates 就说是审查官 进到某个特殊领域 他会给他一个表 说这些领域 需要去查 最好是查 这些一定要查 能够多查的话 当然是更好 在这个里头 我为什么喜欢 这个Template 在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它会告诉你 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这个专利 生前过来以后 有多少的美国专利 资料库 你要查 第二个 有多少外国的专利资料 库你要查 第三个 有多少商业资料 库你要查 第四个 有多少期刊资料 库你要查 就是包含了 就是包含了专利 其他商业 加上 专利就分两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会很多 因为你所要的资料 在这个顾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你们看到 Search Template 你们看到 by class 你点进去 就会发现到 一系列的表会出来 比方说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会说 德国 你们看到 Foreign Pattern 的Resource 告诉你 怎么叫去找 外国的企刊资料 所以你看美国旗刊 外国旗刊 非专利文献 还有Internet 去哪个地方找 Internet哪个地方去找 他都有指令的 在这个地方 去哪个Search Engine 他会说明的 所以告诉你方法了 那换句话说 这里面最直接 是什么东西呢 商业资料库 这个技术 商业资料库 是哪些代表性的 你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过 可能一辈子 没去用到过 进去看看 会帮你解决 很多的问题的 这个上头 那Scober 这就是其中一个 资料库呢 可以告诉你说 他现在把专利 放进去了 Scober 这个资料库很普遍 不一定每个需要都有 因为现在教育 跟国际的政策是说 有些资料库放台大 有些资料库放高师大 有些资料库放哪个地方 它会分配的 因为节省经费 所以它会 在现在 都可以透过管计合作 对不对 做这些事 有些资料库是 只要不是付费的话 都可以直接上去用 尽量去用 像Scober就是一个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的Scober里面 可以打进去一个字以后 你可以看到 它是 sort by reference 跟相对性有关系的 你们看到 这是WinPow 打一个WinPow进去 我要风力发电 这个地方进去 你可以看到 它出现这个顾客 那这个不能说 进去看就晓得了 这第一个资料库 非常有 第二个是 ISIWOK 这个WOK资料库 非常的重要 是因为 是唯一一个工具 可以追后面的文献 我们今天讲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它就包含在WOK里头 你搞了一个 1998年的专利 或者奇开 在1999年之后 被谁引用了 就是说这98年的文献 在99年之后 被谁引用 这是唯一的地方 你可以找到 后面文献的地方 那智慧局 有定制的期刊 但是它为了 推广这个效果 它会请一个教师 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将会放到网络上去 教各位 怎么使用WOK 这个部分 怎么样去用这个部分 那智慧局的意思就是说 西洋零库就说 你把专利跟期刊 照顾合在一起 用一个Demon 方式来教各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应该回到前面去 这边写个专利号码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专利号码里头 在这三次 这边写个专利号码 这个专利号码里头 你打进去 可以出现三篇文献 专利去追文献 从这边可以开始追出来 那文献追文献 更不在话下 简单的很 文献追专利 也可以 也可以做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出来 没看到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 号码出现了 5436068 它的号码出现了 在这里头 所以你可以读到这里 知道的部分 所以 这个Python Anansi 要有什么本事呢 要有 看数据 说故事的本事 你可能摸到 向着腿 可能摸到它的鼻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要讲个故事出来 对不对 你讲个故事 才能够推销产品 才能够发展技术 不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Python Anansi 会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取data 第二个是目标 取data 然后用工具分析 各位来看看 这个整个过程 其实不难 可是会耗你很多的时间 我们看第一个 define scope 你光是define scope 就会弄分头 为什么呢 如果不是研发的主管 有定件 或者老板有定件 常常会炒翻贴 到底要找哪些方向 而且常常是找不出方向 我们就碰过 前几年看到 GPS赚钱 老板就要做GPS 你问他做哪一块 他说我也不知道 让你觉得很生气 是下面一句话 我是不知道 可是你把资料分析出来 我就知道要做哪一块 我说那我也知道 可是那个钱谁付 对不对 我干嘛要做这个分析给你听 我说不会出去玩了 你要分析出来 我当然也晓得 但是要分析 分得很细才有用 所以你define这些东西 然后你要收集 你要apply tool 这个tool很重要 网络现在有很多的tool 帮你做分析 有时候不一定要花钱 才能做研究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你找到数据以后 你能够下载数据 然后上网络上去做分析 那是现在下 今年来讲特别多 我以前 因为我在 我也在Google色尔勒的 凡是讲到专利评价的 专利检索专利分析 通通进来 我以前很轻松 每天进来消息 不过两三个 我随便两下就把它看完了 我将每天花两个小时去读 他每次进来资料吗 十几二十个都是 然后我每次点进去读 读完后看有没有用 天天花两个小时 我在那边找到五十几个网站 可以让我帮助我做研究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马上要改字 中科院要改字 人家就问我们说是 万一改字要减薪 我说减薪就减薪 那就怎么样 他说是 那让你衍生 我说衍生就衍生 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我们现在每年定制造物 全有四百万 如果说出去衍生公司 四百万就要有效益产生 在民间公司来说 我说一毛钱不要 我又凭手帐五六十个网站 我照做这四百万的生意 我又没有一毛钱 我可以照做 靠什么东西呢 靠兔 靠美国政府发展兔 靠欧洲专专业发展兔 我们讲这些兔 我都来用 我们免费来用 所以这样你可以看到 这些分析的工具 那我现在随便问一个 优先权可以告诉你什么数字 每一个首页上 可能有一个优先权 说第一次申请的国家 是什么国家 第一次申请的日期 是什么日期 我跟你讲 优先权是最最重要的数字 它告诉你说什么 这一个公司的布局策略在哪里 从优先权才读得出来 我觉得优先权把你数据专业 最好就是让你的目的在哪里 所以这就是什么 让你就说是 了解 所以旁边就告诉你 就说是你能够找到哪些资讯 在哪里 回去看一下 那这两次也要告诉你说 是三维空间 我用国际专利分类 我指定的国家 这样时间 我可以切出什么东西呢 可以切出来我要的范围 要的范围 这些组合 我跟各位讲 都是要看例子 但是各位的概念可以先做是 其实首页的资料 可以告诉你千千万万的 一幅面询 首页资料 美国专利三百集 为这个首页的检索 设立了七十几个资料 七十几个指令 不同的指令可以有不同的用途 非常好用 不但技术人也要学 法人也要学 因为打官司的时候 诉讼的时候呢 会非常非常有用 管理的人要不要学 也有用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出未来的趋势 管理学员不是也叫技术预测吗 对不对 那技术预测也没办法说 什么都不念 可以技术预测 可以啊 各位学生 看技术预测的话 我们就用专利可以 标语都可以预测出来 他往哪里走 往哪里去看 只要你会看专利的分类 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看他整个变化去追踪他 其实有办法的 好 再会看看这些东西 skill在这个地方 其实准确最重要 不然就是gabby进 gabby out 对不对 分析了半天是没有用的 那这些东西告诉你说什么东西呢 这些是人格特质 做专利检索要一点 人格特质非常乐观 为什么呢 常常找不到你要的东西 因为写专利 前提就说是要让你找不到 如果说律师写专利让你找不到 那律师一定被开除了 写专利就是第一个让你找不到 第二个让你读不懂 第三个让你模仿不出来 对不对 这才叫做高招 可是呢 你要让专家说是这是可行的 所以你才会拿到这个专利 所以写专利就是当兵的三句话的名言 男孩子可能都听说 每次叫我们擦枪无聊的钥匙 然后班长会在上面磨一下 那个 看起来要有油啊 摸起来要没有油啊 可是实际上有油啊 那实际上有什么 实际上有料 可能你摸不出名堂来 有点那个味道的意思 在这里头 所以写专利并不好写 下面是十倍拍的社区 你们看到 这个下面这些东西啊 其实我跟各位讲说是 你学的东西越挂 你专利就看得越懂 像我每天要看十份报纸 我每天看十份报纸 包含USA Today 亚洲华尔街日报 我看十份报纸上 我随便很快的看过去 我大概知道什么公司做什么事情 有什么倾向 有什么趋势 等到你要用到的时候 你像我做产业分析 做什么 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我就会感觉到 我去什么地方找知道最快 像我都有水手记笔记的习惯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找说 哎 要往哪边走了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当时也可以看看 就是说是 Sating a Standard in Research 就是说是 专利分析 跟那个期刊分析 做不好的话 那个公司的产品会有危险 但是我跟各位讲一句实在话 期刊来讲 在公司的分量会越来越少 将来的分量会 专利跟技术报告是最重要的两个来源 两个来源 我们智慧学 十五场演讲里头 就要告诉各位说是 看到专利的号码以后 里面有合约号 怎么样找出来 它的技术报告 就是说 这个专利有什么技术报告 人家的实验是真正怎么做出来 有这个手段 有这种方法去找 所以我们想 我们是标准一个专利 大概十五页 我可以找到一个报告 可能是五百页 所有的细节都会在这里头 可以看到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 Sating a Nothing 为什么特别讲影战的分析呢 因为影战可以告诉你 真正的产品在哪里 P&LT就用这个技巧 它做牙膏 牙刹 为什么可以卖得这么好 因为人家的东西 它会常常用 今天你发展一个技术 到它手上就变成一个产品 P&LT有这个本质 用的是什么 就是Sating a Nothing 我们研究过它的 它凭什么有这么少的工程人员 有一个Open Innovation 它是它发明出来的 每过一个网站 八万多个工程师进去 你有什么问题丢进去 就八万多帮你做解答 P&LT就利用这个网站 就利用这个网站 再加上什么 它会做Sating a Nothing 就的时间比较快 成本比较低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Scopers里面 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看到 Citation 可以做Citation 所以它会告诉你说 资料会用 它的Citation Report 会告诉你 然后可以告诉你 年代的分布 然后你看Citation 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它的 做出各种图形出来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 Citation多的话 通常是好的专利 但最最好的专利是什么 什么定义 最最好的专利是国外 什么定义的 各位猜不猜得到 上过法庭 打过官司 收到钱的专利 叫做好专利 真正经过法庭验证的 收到钞票的专利 美国才不管你几个专利 经济会常不管你几个专利 15年前 经济会说 要求你们 做我的科技专案 要五个专利 十个专利 他现在他不管你五个专利 他问你说是 授权金拿了多少 你有一千个专利 收金金一百万 他有一个专利 收金金一千万 一千个还是输给一个的 那想救品质了 想救品质了 所以现在那个 制裁推广在学校并不好做 专利数目不重要 收金金比较重要 那才是重点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没看到 基本上 新的技术都从旧技术过来 真正创新的不多 但是真正创新 如果你没抓到 就很可怕 但是呢 放在采信去 你可以抓到很多的东西 后面有一个什么 search report search report 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是 进到欧洲专利 去跟联合国的专利 就一个国际专利 先说 告诉你说 人家对这专利的观点 是该给还是不该给 有没有吸引性 有没有进步性 这search report 会变得很重要 我这次在这边强调一下 在这里头 你看这个sartation 一路这样过来 你能不能找到它的脉络 那这sartation 能不能一次做出来呢 美国的专利商标系的资料 可以这么做出来 日本可不可以 不可能 不可以的 我有一次 我们今年参加一次 那个竞标 竞标的时候 我们去那个竞标 他们问我一句话 就说是 sartation你会做 我说 你要问什么样的sartation 他说 人家前面有团队 日本 韩国 日本 欧洲 美国都可以做 我说好 美国可以做 没有问题 欧洲可以做 没有问题 我只问日本 可不可以做 我说日本 以前是他没有 没有做过sartation 2007年的 2008年 花了一大笔钱 做了一个sartation 到2008年为止 2008年到2008年 又没了 又没了 我说你告诉我 日本做到哪一年 我说前面那个团队 日本做到哪一年 他说 一定做到2001年 我说你那你来做给我看 你知道你做给我看 一个例子 我马上退出 我马上退出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很清楚 我们天天在做sartation 我们天天在做这个事情 在这个地方 不好做的 资料库你找不到 现在做的最好 是欧洲的 欧洲专利 只有十个国家 踩进去 那现在智慧局 在进步当什么 把文章 申请案件 塞进了 放进去了 但是往后 最后塞进 没有放进去 很大的时间的功夫 要慢慢做的事情 为什么很累 做这个工作很累 好 再看下面有东西 踩进去 数目多就好吗 少就不好吗 看看这个极端的例子 这边有名字叫 Hot Spot Python 你们看到 这个专利被人家 引证214次 应该是好专利的吧 可是呢 最近10年 引证了6次 这个专利是 引证16次 可是呢 最近引证了15次 所以这个还是有差别的 时间差还是有的 所以Python Family 这是一个 制造人家市场的想法 一个专利 透过Python Family 增加几个国家 这Python Family 可以看出市场的趋势 在什么地方 Python Family 但是Python Family 是什么找出来的 只有从优先权 才能够找出专利家族 最根究底 还是优先权的资料 才能够找出专利家族 所以各位在公司里面 要注意到一个原则 今天我的对手 申请一个专利 我一定会找他的专利家族 看他的市场在什么地方 看他的权利范围 在什么地方 因为美国给他解释下 解释的方式不同 那这看你们看 这是专利家族的趋势过来 这样一路下去 多是家族 多是家族 那这个图形呢 可以让你一目了然 这个图形可以做3D的 可以做3D的 谁发明的呢 MIT MIT放在网络上 请大家修成 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图形的 非常的漂亮 好 什么叫做有价值的专利 这个条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这四个只是一小部分 通常是比较新的专利 他呢 申请的时候 非常坎坷 没有什么顺利的 很少顺利成功 还有很多的CIPI 什么叫CIPI呢 专利升级以后 一路增加新技术 一路改良 这种专利最可怕 可以改良50年 我们看过改良50年的专利 一路申请改良50年才出来的 它包含比较多的Claim 这是很好的专利 在这里头 各位来看看 这就是 我们刚讲新加坡 Creator的专利 在这个地方 这一个美国专利 我跟你讲说 你要针对它 怎么去下手做点 看到这个东西 这是书目的资料 这个书目资料 不是在平常的书目资料 是在美国专利商标局 特别比较点击才看到的 点击 看到以后呢 你才会看到 我用工具来说 新加坡这个专利还是不错的 你看谁在引用它 不是Sony 就是Apple 就是Microsoft 对不对 所以他就告Apple 不是很合理吗 你引用我的专利 我不告你才怪 一定跟我有关系 都是大咖 你们看到 都是大咖 引证过来 但这个地方才是原始资料 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最重要的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张最重要的是说是 告诉你说 这个专利 有没有看到 它整个的过程 整个的变化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FileWrap 整个过程在这地方 有没有交钱呢 它的连续性的 Data是怎么样子 它有没有 Transaction 交易出去了 或者授权出去了 工商业最喜欢一个 知道就是说是 这个领域的专利 有哪些授权 给什么公司 这个都不难找 日本有日本的找法 美国有美国的找法 只要你懂得 怎么找就可以 你知道 你就可以找很多 很多的商业间的消息 你不讲我都知道 那个交大的科巴所 以前刘所长 常常输我酒席 他每天跟我赌 有他一定被告 我说妈不会被告 有他不会有事 我都告跟那个 答辟那个被告 告开是另外一回事 我每天上去查查 有他 有他很喜欢买专利 有他很喜欢买专利 收钱专利 每天一堆 我心想到他自己 也应该买专利 买的又是IBM 什么HP 怎么可以告得到 开玩笑 我们的科巴所 就不信息 输了好几年了 我真的没有回收而已 可以大概摆这边 全部摆进去 大家都OK的 我在想 全部摆进去 都可以OK 你要会查这些 好 下面的Future Trance 我跟哥哥一讲 这个indicator 有没有看到 书目照你会不会用 指标 专利好不好 组合强不强 都要靠这些指标 现在发展得非常快 这一年让我觉得很惊艳 这个指标 第二个 会不会读专利资讯呢 你会读的话就不一样 你贵度就很惨 贵度就很惨 独自信会很 那个很重要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在培养独自信的人 这就是一个什么 data mining 对于管理学员来讲 这么多的数字 能不能变成一个故事 讲出一个道理出来 资源其说 self consistent的故事 你这样用data mining这个方法 你看左边都是什么 左右两边都是什么 专利的分类 从分类里面去挖资讯 所以这样一下 看一看 compound的设计 这个当然是说是 其外的话 很多的制药工业 很多的生物科技 像那个 那个序列 基因的序列什么东西 你要用关键字去找 门都没有 你要用分类去找 找死你 不可能的 在北部 台北地方 每次开生物科技的研讨会 每个人都问我 说是生物科技怎么找 我说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呢 我晓得生物科技怎么找 可能那时候我进不去 我晓得用哪些资料库 可能那些资料库 都要靠政府的合作 或者是你是会员 我又没那么多钱 每个变成每个会员 对不对 我晓得用哪些 而且找法完全不一样 找法完全不同 但是对药物来讲的话 这是最好用的 为什么呢 你可以到很多的资料库 我把方程式打进去 所有的资料出来 这个倒是很好用的工具 但是有个前提 要学校有这个工具 或者老板肯花钱 买这个工具 订购这个工具 现在学校几乎多有 化学栽药 三块的几乎多有 DWPI到未必有 DI到未必有 到未必有 可是它的好处 就是说是 关键是 那结构进去找到 将来在欧洲专利区 电子商务的流程进去 就找出来了 机械制度进去 就找出来了 拭目以待 这几年就会出来 这种专利的找法 就可以看得到 那你看看 这些都是告诉你 就是说什么东西呢 这个编号是假的 我跟你讲说 为什么呢 这个编号 它自己内部的编号 让你找不到 它真正原始的编号 每个东西都有一个编号的 这个编号可以告诉你 所有数字 它把它藏起来 对我这种人来讲 我不要这个号码 我要另外一个号码 这是告诉各位 就是说是 现在在各国申请 给各位看一看 趋势倒还好 就是说美国的话 有一半专利 大家是外国人在申请 那对韩国来说 对大陆来讲呢 韩国比大陆好 大陆外国申请也蛮多了 日本就是外国人少 本国人多 这个区子铁个案 那这里面就说是 它的居民非居民的分布 做个参考看一下 为什么要检索专利 你看那菲利普 他自己的讲法 他要找全球性的市场 他想保护自己的产品 菲利普很聪明 台湾的光碟片 就把菲利普 养的暴肥的不像话 光是一个光碟片而已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还有LED跟智慧 在旁边等我们吗 对不对 你像LED是慢慢起来了 从台湾换灯泡LED就有220亿 那菲利文权算是220亿可以抽多少 他一定会算这个的 你可以看到他这里头算这个 越看越胆战心惊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LED 这个不同公司的研究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很在意这个地方 那三级局 Tallator这个东西是三级什么 全世界分类的电话 产业的变化 都会在他的控制当中 现在不叫三级了 叫IP5了 以前是美国欧洲 日本特级丁 现在变成加上大陆跟韩国 在这个地方 你要知道最新的技术在什么地方 只有三级局查得出 他帮你分析的好好的 未来的明星产业在哪 他帮你分出来 所以下面是三级局的介绍 三级局的介绍 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告诉你说 我要帮你减少Python 减少成本 增加专利的品质 不管怎么样 你往下走的时候 下面看到很多 人家在进行中的计划 像这个 你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 Triway Python Program 像这些都是 PPH是我们现在最有名的名词 Python Prosecution Highway 就是刚刚早上一开始 余主张讲的 开始要双方交换资料之后 加速审查速度 台湾的审查官品质要急速要提升 要跟国外平起平坐才行 不然会被人家笑的 所以智慧的压力非常大 第一个资料库不完整就做不到 审查官的品质就不会好 就不会好 所以资料服务者是占第一线的 在这个里头 那资料给各个做参考 真正详细怎么运用 几个参考 那15个演讲里面 有一段话 整个讲三级里面 五级里面 他怎么去找最新的技术 在那个里头 Python Parsecution Highway 就是怎么样 能够快速的加速审查 参加的专利的智慧局 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变成五个 Five IP Office 下面有网址给各位说 上去玩一玩 很好玩的 很好玩 还有很多的工作 我们拿几个 还有十个 各位来看看 我让你注意的只是这第一个 共同的文献资料库 共同利用的混合分类 我相信它跟第九版 绝对有关系 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的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审查统计参数 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说是 这个要看趋势 这两个地方 可以给各位知道 现在才刚刚开始 今天刚刚开始 还没有东西出来 在这里头 好 下面接到智慧局的网站 这个 部分 给各位看一下 这些问题 我们来看看 过去 现在有什么事情发生 在我这个研究里面 各位讲不讲得出来 或者是说是 除了网站 我还有什么联络的方式 去联络到外面的世界 这个在智慧局里面多有 网站很fancy 可是各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 资料结构 自我任何网站 都要有资料结构 那智慧局的网站 是全世界有名的 人家觉得 做得很好的 美国有三个网站 现在越来越复杂 本来很好找的 现在很难找 跟学姐姐 你学小日本 小日本资料量 多得不得了 问题是 你要知道去哪里找 人家小日本就喜欢搬家 他三五十就搬个家 我就找不到 说每次住在小日本 就说是 你天天给我搬家干啥 还是因为你每天 这个家里房子比较小 换一换这个味道 网站也是这样换一下 只有欧洲专举 很少换位置 美国专举这两天 这两天就换了好多 好 各位就看看 这个画面是几年前的 那是还很单纯 资料不多 才几年的工作 你看看变得很复杂 在这里头很复杂 你能不能看到 还有导览系统 搜寻的系统 还有组织的系统 它这里头 我跟各位讲说是 这里面的资料 多到你无法想象 你如果会用的话呢 基本工作它就练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它会有什么 检索的地方 有商标的检索 顺便讲个题外话 专利检索是很重要的 你专利检索会 商标就会 各位想不晓得 在美国的话 专利跟商标 是同样一个概念 在做检索 那现在全世界都要学 美国的商标检索 商标检索的本事 要比专利检索大十倍 要一大 专利还有分类 商标还没分类 你还分不出什么类别出来 46个服务项目 跟那个产品 你还真不好分 我们曾经学过 美国的商标 专利时间长很多 但是很好玩 不管怎么样 这里面有各种检索的方式 所以再往下看的时候 这边的专门只专利这一块 每一个技术都有这一块 各位上去玩一玩 这边有检索 专利就是在部分 用红字表示出来 框字表示出来的 你会看这封面 下面这一页 在这个地方 又有法令 又有检索系统 全部都有了 你不上去要是可惜 是因为最近的数量 增加了很多 很有用的工具 所以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地方 你们看 检索系统 就是下面这个 告诉你们 国际分类 你看看 2006年1月1号 第八版出来以后 改了几次 12345 改了五次 改了五次 你可以看出 时间点的 看得很清楚 所以专利分类 一个版字 才可以三个月改一次 第十版 第九版 也会相当 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这边 ABCDFGH 你可以下载PDF档 你可以用分类找 用关键字找 它都是 非常friendly 好 这是它的首页 进去看 它告诉你 收入的范围 在什么地方 有哪些东西 那这东西 你可以看到 辅助之间 你们看到 知识分享 专利资料下载 这里面有欧洲的 美国各自这样 我跟你讲说 这里面资料多的 里面发现 很好玩的 你不需要天天上去看 隔个三五天上 你就会发现 很多新的知识 比方说 哪个新技术 分类出来的 哪一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 像 气候变迁 这个时候 分类到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这里面都会告诉你 很多的消息出来 专利商品化呢 最近才改版过 专利商品化 就可以告诉你说 是怎么样把专利 自己公司的专利 变成商品 或者授权出去 这里面有很多的 基本的技巧跟方法 还有案例的研究 很少有人上去看 可是我是觉得 你要做基本功的话 上去看人家成功的例子 人家怎么样做出来 将来老师的压力也会大 像台大已经开始 做什么东西呢 我台大的老师 怎么整合 因为台大现在开始 责任分配制 不是南亚多生的 整整分配制 就是说 我的台大目标是 校务基金要负担 20%的学校的经费 分到你电子学院 分到你农学院 分到你文学院 你每个都要给我 产出经费出来 老师要怎么产出经费 系组任所长 就要决定这个方式 所以现在系组任所长 都不会想干的 除了做研究 还要去找钱的 我跟你讲不好干的 我常常看到清华的老师 我自己是化学系毕业 我每次说 你们系组任怎么只干 两年就开始开码 你去看一看 到第二年时候 都会跳起来说是 我已经干了两年 你要我怎么样 换下一个了吗 我已经干了两年 你要我怎么样 台大说我干了三年 说打死不干第二任 打死吧 你看台大都不干第二任 然后就碰到钱的事情 通通不干 很难做 但是呢 你不做不行 老师又很难整合 每个老师有他的特定领域 所以电子圈 曾经把学生送到我们这边来 整整做了一年 做什么事情呢 怎么样去把老师的专利 整理出来 找出研究的方向 然后呢 将来怎么赚钱 先想好 他们必须在系组上 取得共识 取得共识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跟产业界没什么差别的 有点味道出来 上去学习一下 会有很多东西好玩的 这上面还有个人 你们看到 左边这张很多 可以看到什么 这些地方 你们看到 很多人问我说 关键词是哪里找 我说你上去看看 技术名词 中英对照表 中英对照表 宣导的讲义 中英对照的词库 我说你要什么关键词 什么东西全部在上面呢 对不对 全部在检索语法影片 怎么样去下指令 他有个告诉你啊 你要关键词 上面有关键词 你要中英对照 中英对照 里面还有什么 反体词跟简体词的对照 那这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你都有对照 这些工具 其实都是平常人家在问我 其实这台语都做了 做了 所以我们常笑嘛 就说是 在政务机关 苦干实干 一定是厕制查办 你说那么多事情 没有人了解 就还被骂得要死 就是这个情况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还有宪章教学 告诉你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有耐心上去看一下 你看 这些分类的部分 中英名词 对照 同一词 他这里面词库 各位上去看看 都是很标准的 维基百科也在里头啊 博作之论 里面所有关键都进去了 你看看他这个东西 其实我跟各位讲说 你不用真的很可惜 每人常人问我说 关键词找不到 我说妈 在这里头 你自己去看而已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智慧材 你们会看到这个显示上 各个分类里面 它的架构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大小里面 A21 A21 这种东西 可以看到这张 各位你们看到 这个A什么 A21 现在不是烤面包 高雄那个什么 烤面包是很有名吗 我跟你讲说 我先烤面包 我第一个先看专利 看烤面包有几个专利 我先学几招 我还不要自己想 因为我不会烤面 就先走这个路线 我们有个学生 靠收集专利上的 钻石设计赚钱 他把钻石设计拿下来以后 自己在改良之后 卖给珠宝店 那现在赚钱比我还多 他家里逍遥的不得了 逍遥的不得了 所以我给你讲 他轻出于来 而胜于来 我都没想到 不过他 他比我本来 他会设计 他会改良 他找的专利 都是免费的 珠宝公司很惊艳 说你怎么想到 我心里想到见鬼了 都在专利里头 都可以找穿 那是一个生意 下面这个名词进去以后 你可以看到 风力发炼 英文就会出来 他会告诉你什么东西呢 中书 中文变英文 英文变中文 然后他会告诉你什么东西呢 从哪边找出来 你看至于他做的东西 他会告诉你 哪边找出来的 都可以告诉你 所以在往下看 各式这样建议 公司的同义词 什么叫公司同义词 公司用不同的名字申请 比方说鸿海机密公司 他用鸿海机密 公司 鸿海机密股份有限公司 鸿海机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实都是一个公司 对啊 他用不同的名字 或是打错字的 那这时候 他帮你整理好 他帮你整理好了 所以你看 你们看到 管你用什么公司输进去 他都可以找一样的号码 连你群众给他吸进去的 他都可以帮你变成一样的号码 是不是 这在国外都做不到 你管要做这个话 要付钱去找的 要付钱去找的 所以我给各位出个考题 鸿海有532个关系企业 找不找得出来 鸿海有532个 他自称了 532个关系企业 我跟你讲 我想都不想 我就去帮智慧去找 我把这名单全部列出来 开始数 对 他帮我统计好了 我干嘛长得脑筋 对不对 那同一字 你们看到 你说是没事 说是我要找同一字 很难找 他也帮你做好了 对 你看他用了多少外国资料 很多的外国资料 他帮你整合在一起 是不是 给各位看一看 就说是在这里头 那给各位做一些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 所以你看 这张的检索条件 在设在这里 这看红圈的地方 你再看他资讯的系统 一路分析 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张是检索的部分 你们看到这边检索 这个检索条件 全是跟美国人学的 做得比较更好 好 这些新增加的功能 各位尽量利用 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我不在这边气象 可是你各位慢慢去看他 我们今天时间 不很多 那这专利检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检索的栏位 发明新银 新上可以同时检索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 它的特性在什么地方 立体的形式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它输进什么东西呢 它会告诉你说 增加哪些栏位 本来有几个 现在增加了几个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是 这个就是条件的输入 前面这个代号说 我只要在标题找 我只要在什么地方找 限定范围的 这个指定是完全选美国的 把所有首页的栏位 变成检索的条件 放在这个地方 很轻松 可以点进去 所以线上教学 你可以直接去看它这个部分 你看它这边下的是什么呢 红海机密 在所有权人 跟潘宁波 发明 哇啥 红海公司 潘宁波这个人的所有专利 追人追逐 这是最基本的技巧 最基本的技巧 在这里头 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用各种号码去追 所有号码 序号 然后可以看到 下面这些字 你看看 红海机密 它有多少笔 就算用不同的名称 也没有关系 全部会出来 这个东西在国外的话 一定收钱 一定收钱 美国专利 三百多都做不到 你要从美国商业 有这个功能的话 它有这个功能 要你付钱才找得到 从这专利很大方的 所以难怪政府很穷 这上给各位看 你们看到 这赢得谁还打错了 拼做这些可以找到 他帮你拼好 帮你校对过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用分类来找 有多少专利 一定是第八版 没有什么一到七版 减少大家困着 然后你可以看到 资料会出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 公告 公报 这里面很多 会让你下载你要的 你要知道 下载电子档 是很大的工程 美国专利商购 就是让你一页一页下 他不给你一次下 让你一页一页下 你要一次下 请到欧洲专利 他上面请说 我们美国专利商购 不让你一页一页下 不让你一次下 请到欧洲专利局 一次下 他不会让你下 台湾还不错 我给你 还有各种版本 让你选 做得很完整的 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影证资料放进去的 就是说专利里面 提到的先进资料 这边是后面的资料 这边都给各位看一下 影证资料 你就可以下载 像公开的部分 已经看过的部分 就会变成黄色 你就晓得你看过 你能看到 你刚读过都会颜色出来 所以你不会再重复了 这是做资工的人 很贴心的一个设计 不是学资工 还是有他的专业在这个地方 叫我就想不到这么多的事情 说实在话 你看这专利说明 公告本 它这个地方 怎么样下载 全文 怎么样用三接来做分类 怎么样三种都可以找 在这里头 我可以下载资料 这里面出的资料 都可以用一次要下载 这个最值钱软 至少台湾的专利 那个制裁 让我们一次下载500笔 欧洲是让你一次下载15笔 或者30笔 我给你讲 你会吓死 万一不行找了2000笔 你就在欧洲专辑 下个67次吧 慢慢下 那台湾只要下了四次 还算是很有善 非常别的地方都不让你下 日本只让你看到500笔 还不让你下 他只能让你看到500笔 他不让你下资料 所以你可以看这些东西都会出来 像这个东西你看 你的关键值 他那个东西都会出来 发明信息 你不让他数目 所以这些只可以看一看 仔细看一下 你会发现到很多的这些资料 他都设计的很 可以让你一次找完 做完 你要知道这些资料 information的时候呢 你会怎么去下载 怎么去看他 资料怎么输出 我要下什么格式 这个页子不会出来 除了一些点资料 输出才会出现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 我怎么样勾选 这边所有资料都可以下载 只要下载出excel表 就可以做出专利地图 就可以做出专利地图 所以这个资料就很珍贵 全是书目资料 全是书目资料 联合国做得更好 你把这资料在上面 就不要下载 直接做专利地图 联合国做得更好 那我到现在将来有机会进步 在这地方 你的检索历史 到底做过哪些事 你也可以 看得到了 权力移动 有没有卖掉 这个专利 这个专利有没有授权 权力移动 会有登记的 好 这个当然是告诉各位 什么东西呢 讲到台湾的这个 那个资料库以后呢 这些都是商业资料库 这些资料库是告诉什么东西呢 告诉各位就说是 这些资料库都有加值的功能 你以后都可能碰到 都可能碰到 像这都是赫赫有名的软体 有名的公司 让各位了解一下 这些东西 在这里面 ip.com 智慧局有订购 你可以到高雄的办事处 要求免费使用 ip.com是什么资料库呢 免费专利的地方 免费专利的地方 人家把免费专利收集起来以后呢 把它换个号码 包装一下 再卖给我们 赚的是五本生意 五本生意是赚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现在去找 因为智慧局订购 智慧局付了钱 你还是免费 但智慧局付钱 那下面ip.com 我们有完整的免费版怎么用 收费版怎么用 教你怎么样找到有用的技术 在审查官的讲义 第一场第二场讲义 有说明这个部分 所以各位看一下 最重要是priot 先前记忆 不要钱的 priot的资料盒 所以各位看 你们看到下面有个说明 也告诉你 智慧局有用 去哪边登记 再往下看呢 它的资料库 智慧局订的资料库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三个 非专利文献资料库 我跟各位讲 将来IEL跟WK都会有影片 再往下 这个编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有时候看不懂 看这个编号 案例分析给各位看 这是一篇期刊 你可以看到它怎么做的呢 它怎么样用citation 来看法吗 Sutical Company 你们看到 怎么样去研究制药公司 期刊会很有用的 在这个地方 所以再往下看 它怎么去分析 几年来的分析状况 看哪个东西 就等于说研究 要不要买它的股票 好 这样讲最简单 从那活动去研究 好 看看这个 Mobile Company 我们现在最热门的题目 对不对 手机最热门的题目 How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Market Diverse in China US 我用专利来分析 在不同国家的市场 会什么变化 你可以看 是不是有人 在用这个技巧来分析 对不对 你可以看出来 下面有些数字 各位回去看一下 它引证的数字 都代表不同的意思 我们都帮你勾出来 你各位回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讲 那这个是 那个 讲师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的 今年的演讲里面 每一场演讲里头 都有特殊的案例 每一场演讲里面 都是最流行的案例 最夯的题目 怎么收集 怎么看 怎么评估都有 所以这边给各位回去练习一下 看它这个地方 能够做到这个程序 它这个东西 所以它分了很多 然后再看看 应用材料的公司 这个题目出来 这个正好 这不是我做的讲义 这个东西不是我做 是我们另外的同事做的 在2000年的时候 看好什么东西 看好看好能光点 投了大量的利进去 然后呢 往下做了一堆东西 在这里头 专业去申请了 那些什么东西呢 各位没有发现到 这个所有的东西 生产线 今年全部收掉 认赔杀出 认赔杀出 应用材料认赔杀出 所以换句话说 四年前想要这个东西 跳进去 四年以后认输杀出去 这就是看公司的策略嘛 一看到前景不好 马上闪着 这个关注接班的差不多 现在肯定要把它盖上去 对不对 全部停摆 全部停摆 那台积电为什么还要跳下去 我们再问这句话 台积电为什么还跳下去 我始终不了解 为什么呢 台积电买那个 Steam那家公司 我们分析过他的专利 为什么 同事被我K了一次 台积电公布买 那个Steam公司的时候 我们才研究 所有CiX的公司 全世界公司 就找了那一家 后来我们仔细研究 那个根本不是CIGS公司 那是CIS公司 不是CIGS 他的执行长 或者他的技术长 才有CIGS的功力 其他人都没有 我想台前是买那个人 不是买那个公司 我们去研究半天 同时很委屈 报告写完 消息就出来 我说你妈礼拜六早上七点半 跟我到网卡报道 找出你要来 为什么这个公司 为什么找不到 后来发现冤枉他了 冤枉卡 他是找得很完整 那个不是CIGS公司 在这里头 这个是代表说 DSSC的Sale 下面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他的分类 他的发展的状况 这就是专利地图 专利地图 然后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Ownedation的变化 他的研究团体的变化 清华进去了 那个成功是吧 成功大学进去了 哪些变化 哪些进去 哪些退出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告诉 技术的转移在什么手上 等到转到什么 人类生活 BG的公司 就要成熟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他整个的变化 分类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 Company Simularity Matrix 用专利来研判 这公司的相似度 用公司相似度 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就给各位看一下 这些部分 是说 让各位了解 专利会帮你做 很多的前瞻研究 即使在公司里面 也有很多的 可以发展的技巧 所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结论东西 就说是 智慧财产权 不只是专利的 这样都会很有用 看你怎么用 看你怎么用 那这个用法 用正当的方法来看的话 确实商机很多 确实是很多 但是台湾县还不会玩这个game 有点像只是小学生 小五小六 人家是大学生在玩的 要追上去难不难 绝对不难 为什么呢 我们的脑袋 不会比人家差 我跟各位讲 然后我们这个追根 就底下 明神那种精神 又特别好 怎么会输给他 方法对的以后就行 我们现在是没有缺少 那个方法论的训练 在这里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下面是要注意到 就是说是 能不能专利价值 完全发挥 我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技巧在那时 技巧在这地方 所以要往下看呢 重要的资讯产品啊 你要挖洞 挖到人家没有看到的东西 那要有点本事的 那要有点本事的 我们曾经帮老板做过 有个大厂 做过一个技术功效组 出来以后呢 我就发现要做错了 为什么呢 老板很喜欢 研究人很恨的一个东西 因为老板会招我们的指示 说是 你现在做哪一块啊 这一块里面 有没有跟你竞争呢 为什么做这一块 他就对那个图像那里面 发现解释 然后那里发现 两个礼拜 对他一次 那老板很轻松啊 全界则就在他掌握中 那研发也没得混的 研发也没有混的 老板一会儿 他就他就想到 老板问到要害了 想偷懒都没那个机会 所以以后 有点放松一点 就不要让老板 取到那个技术中 要住 在那个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 数位化质 将来是不可确切的 将来我们的云端运算 会起来在哪里呢 所有的完 资料的检守 分析都在上面完成 不会上次上次完成 不会在我们这边完成 为什么呢 所有的上去的工具呢 都会有各种特定的作用 而且呢 会互相运用 可能不见得要收费 不见得要收费 他可以靠广告进来 我们现在你看 我手上就五六十个网站了 我可以不发现 取代四百万的资料库 对不对 我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了 然后你们看 方法 新的方法是什么 每天都会出现 非常非常多 我们这个量子 很快地告诉你 主要目的在说是 其实智慧局 看到这个趋势 做了很多事情 我希望各位好好利用 下午呢 是希望各位能够了解一下 我的专利之旅 怎么样跟其他自己交流 怎么样去把它找出来 对于各位 在短短六小时 需要能够各位学到一点技巧 非常实用的 不要说很贪气 想怎么多来 学到一些概念 学到一些技巧 就说是吗 这是我们最大的期望之 好吧 我想留下一些时间 有Q&A的部分 就是说 有点回应 将我们可以对下次的讲义 做个说明 做个改良 好吧